嗨 我是新人UP星鱼 今天我们开始太平洋战争系列影片的第二期 《决战中途岛》 根据大家的投票结果 以及这场战役的主动发起方 我们首先将为大家从日方的角度开始 这场影响深远的战役讲解 也通过这个方式为大家介绍这部电影的背景资料 我们今天的视频内容比较硬核 将围绕五个大问题进行 一 日军为什么要进攻中途岛 杜利特的空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推动作用 二 日军的作战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三 也是一个你绝对没有听过的角度 山本是否了解这个计划中的问题呢 它是怎么应对的 四 因为日军极度乐观 他们已经对战领中途岛之后的计划有所构思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大胆猜测一下 如果日军作战成功 后续的进展又会如何 五 结合影视作品和书籍档案 和大家聊一聊荧幕里和现实里 山本五十六的反差 视频制作不易 而且我也是新人UP主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三连支持 以及关注 感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个话题 日军为什么要进攻中途岛 战争开始前 日本陆军及海军制定了太平洋战争最初作战规划 南方作战 日本海军也把这个部分的作战称为第一段作战 这个作战任务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东南亚英美河的殖民地 并获得能够继续支持日本战争的包括橡胶石油在内的战略资源 为此南方作战又依据地区细分为了下列作战代号 包括目标攻取英属婆罗洲的B作战 目标是攻取当时处于英国控制下的中国香港地区的C作战 攻取马来半岛的E作战 攻取关岛的G作战 攻取核属东印度的H作战 攻取菲律宾的M作战 以及攻取比斯迈群岛的R作战 这些作战包括整个第一段作战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推进 我们来看12月和1月留存的日军作战事项的档案 在里面只能看见上路成功攻略占领这几个记录 进展速度快成了什么样呢 快到日军还没有仔细构建接下来的作战任务 这个第一段作战就已经实现了 那么这个仗接下来要怎么打呢 怎么收场呢 日军把目光放在了他的对手上 荷兰不足为虑 因为它的本土已经被自己的盟友德国占领 英国也不足为虑 本土正在遭受打击 地中海上战事胶着 能够抽出来支援远东作战的海军主力也已经被重创 那么似乎太平洋方向上 未来的敌人就只剩美国了 它的资源丰富 工业能力是自己的近乎十倍 工业设施并没有受到打击 是的 它就是最有可能 也最具实力 开始反击自己的国家 那么这个反攻会从哪里开始呢 那个说着 我会回来的美国将军在哪里 澳大利亚 这里就是日军大本营认为 盟军未来要组织反攻的最大基地 澳大利亚本土并没有完备的军事设施 这里的军队弹药装备 多数需要海运至此 他的老家长英国在这时候 表现出了撒丫子不管的姿态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切断 美澳之间的军备和人员联系 就等于切断了澳大利亚 作为盟军反攻基地的所有可能性 可就在这个时候 杜利特他来了 16架B25 朝那个宣称本土不存在被攻击威胁的 日本海军脸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关于杜利特的空袭和中途岛 这里有两个流行于国内的很多自媒体 和网络上的离谱的伪命题 第一个就是 日本人猜测轰炸机是从太平洋中部的岛屿上起飞的 大概率是中途岛 因此制定了中途岛计划 离谱啊 日本人知不知道杜利特的16架飞机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呢 他们知道 非常清楚 日本人对当时正在服役的美军飞机性能和参数有清晰的认识 中途岛距日本本土十万八千里 怎么可能是从这里起飞的呢 1975年 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所编辑的《战史丛书》中就详细记载了 4月9日 联合舰队发现珍珠港方向美军巡逻机活动频繁 4月14至15日 阿留申方向美军巡逻机活动频繁 做出判断 美军有可能在近期有所行动 4月18日 从一艘巡逻艇上 得到了发现包含两艘美军航母的机动舰队的信息 但是当时美军航母仍然距离日本本土有600海里左右的距离 基于美军舰载机的攻击范围 所以进一步判断是 4月19日 美军才有可能对日本本土进行打击 这个时候 海军给正在爱荡号上的近藤信竹 发布了捕捉并消灭美军航母的命令 只不过只不过 日军没想到的是 这些航母上装载的不是舰载机 而是陆军的B-25 这才被炸了个措手不及 这怎么就变成了日本人猜测轰炸机是从中途岛起飞的呢 这里有个插曲 在杜利特轰炸结束之后 日军大本营对外宣传是击落了敌机9架 但是因为那天是大晴天 无数东京市民百姓是看得清清楚楚 分明 一架也没打下来 所以有市民就吐槽 说军队啊 这个是打了9架空气下来 大本营呢 觉得这个事情越传怀疑的人越多 而且对明星士气打击太大 所以呢 特地组织陆军到中国大陆收集坠毁的16架飞机的残骸 拉回日本展出 第二个伪命题就是 中途岛计划是因为杜利特空袭而制定的 这个说法呢 没那么离谱 但是很不准确 同样是战史丛书明确记录 4月1日 联合舰队司令部就已经把中途岛作战的规划 提交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杜利特轰炸前的17天 只不过当时日本的军令部 以切断美澳联系为首要 拒绝了这个作战命令 在杜利特空袭之后 加上山本56自己以辞职向要挟 那这个作战方案最终得以通过了 所以不能说日本本土受到了杜利特的轰炸 日军就制定了中途岛作战规划 而是这一作战规划其实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杜利特只是一个推手 让日本的军令部与联合舰队达成了共识 最终 第二段作战得以形成 首先 军令部认为美军的反攻方向仍然是澳大利亚方向 因此 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军的联系仍然重要 于是他们制定了攻占墨尔兹比港的作战规划 简称MO作战 以及攻占斐济和萨摩亚的简称FS作战 这也是后来珊瑚海海战爆发的背景 其次 杜利特的空袭行动说明 虽然美军主攻方向在南 但日本本土随时有可能受到来自美军空中力量的攻击 所以必须向东向北拓展防卫圈增加警戒范围 让美军空中力量或者航母的出动变得越加困难 因此 他们制定了目标攻占阿流山群岛的简称AL作战 及目标攻占中途岛的简称MI作战 但是珊本有不同的理解 他认为美军的航母才是心腹大患 杜利特的空袭恰恰是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甭管什么MOALMI 引出美军航母并揭灭是最重要的 而其中珊本始终坚信攻击中途岛 美军航母清朝出动的可能性最大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MI作战 军令部和联合舰队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军令部的想法是一定要攻占中途岛 作为日军提防美空中力量的警哨 可是珊本则是希望通过这场战斗 全歼美军的航母 换而言之 这座岛没那么重要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日军的作战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作战规划 根据联合舰队的行动 日本陆海军登陆并占领中途岛的日子为 N日 整个MI作战和AL作战将在N日之前的三天同步开始进行 而针对中途岛主要会有四支舰队参与 第一支舰队南云中一所属 第一航空舰队 主要舰支包括航空母舰六艘 高速战略舰两艘 重型巡洋舰两艘 第二支舰队靖腾杏竹所属 中途岛的攻略舰队 这支舰队的构成比较复杂 主要还可以再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田中赖三率领的登陆和护航舰队 接下来是提供近距离火炮支援的 力田舰南所率领的重型巡洋舰四艘 驱逐舰两艘 以及靖腾他自己指挥的主力舰队 包括高速战略舰两艘 轻型航母一艘 重型巡洋舰四艘 好 接下来第三支舰队 山本五十六所率的主力舰队 包括战略舰大河号 长门号陆澳号 轻型航母凤翔号 最后还有一支高须四郎率领的警戒舰队 它的主要舰支是四艘旧式战略舰 同时作为后备力量支援 占领中途岛的MI作战 以及之前提到的 占领阿留申群岛的AL作战 整个作战首先会从南云这里展开 南云所属的第一航空队将在N-3日 也就是预想占领中途岛之前的三天开始进入中途岛西北海域 并于N-3 N-2两天连续轰炸中途岛上的美军机场和设施 使机场失去作用 随后南云将转向东北进入伏击模式 日军判断南云开始轰炸之后 美军航母才会从珍珠港出航 开始驶入中途岛的海域 但最早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能到达中途岛海域 所以N-3到N-1这三天 南云不会受到来自航母的攻击 美军到达之后 南云也已经进入了伏击位置 所以是相对安全的 因此单单按照构想 整个作战里面 南云是不用独自面对美军航母和中途岛机场上的敌人的 时间到了N日 靖腾杏竹的舰队会开始执行对中途岛的攻占计划 并由之前提到的力田舰南的舰队来提供近距离的火炮支援 期间如果受到了美军航母的空袭 那么靖田杏竹会率领自己的主力舰队转向北方 进入南云先前设置的伏击圈 由南云摧毁全部的美军航母 而如果美军同时也派出了战略舰 则由山本率领的主力舰队接战 所以有一个说法 中途岛海战中山本想要引诱美军航母 进入自己躲在暗处的战略舰射程内 这条也是假结论 这个作战规划里面最大的bug在哪呢 很多人都说是在日军的假设中 美军航母一定是从珍珠港出发的 完全排除了美军航母游易在外的情况 所有的作战假设都是基于这个原点而制定的 当然一般的历史科普呢 做到这里就讲到这里了 但是阿婆可以告诉你 最大的bug还在后面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三点 山本是否知道作战规划的问题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山本知道 而且在日军的兵棋推演里面 美军是如何胜利的 日军碰到了什么问题 都和最后的作战情况几乎如出一辙 在日军的兵棋推演中 担任美军角色的是日向号的舰长 他的美军航母没从珍珠港出击 而是埋伏在附近 并且趁南云突袭中突岛之际 突袭了南云的舰队 击沉了加赫号 赤城号也被命中九发高爆弹 失去了作战能力 随即整个联合舰队丧失了制空权 也就无法继续攻占中途岛了 你说是不是和之后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吧 连命中的武器都被他推演出来了 可是面对兵棋推演的结果 联合舰队的反应是 参谋长与袁禅说 赤城号被命中九发太多了 改改改成被命中三发吧 如果只是命中三发的话 那么赤城号应该还能继续作战 让他回到战场来继续打吧 看来战舰世界的天赋书里面 应该给日本航母加个复活技能 随后日军继续了推演 在推演中 因为加贺号已经沉没 导致整体的飞机总数不足 所以语言他又要求兵棋的判官 改了一条规则 把日美双方的飞机交换比 改成了一比三 这样日军终于赢了 而且还是惨胜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语言是马路 他为什么中途复活赤城号 以及更改空战规则呢 其实是想通过这个推演和模拟 你看看日军在巨大损失之下 究竟要如何才能赢 或者说如果按照原来的这个作战计划 日军离胜利会有多远 这个推演过程 他本人是非常惊讶的 也要求舰队以此为指导 要充分考虑美军不从珍珠港出发的情况 之后的作战会议上 语言问一航舰队的参谋长曹露龙之舰说 如果敌人确实先发制人的 从陆上或者海上向我们攻击怎么办 草鹿的回应是没办法 语言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这才有了最后山本的那个命令 第一波攻击要轰炸中途岛 第二波攻击队要挂载鱼雷 预备对付美军的航母 戏剧性的事情还没有完 出发之前 山口多文他反对作战 第一航空舰队的参谋长 草鹿龙之舰也反对作战 第二舰队的参谋长 白石也反对作战 但是这几个人山本没怎么理会 可是静腾杏竹他也反对了 他说美国航母目前仍有战斗力 加上中途岛上也有敌人的飞机 还是专注于切断美澳联系 更具价值 山本的回答说 只要是我们的突袭能够成功 我方就不可能输 第五舰队的参谋长钟泽又说 机动舰队离主力舰队太过遥远 没有办法互相支援 山本的回应是 如果离得太近 美军就会因为敌人过于强大 而不敢出战 也就没有办法引出美军的航母了 面对各种反对意见 最后山本使出了大招 谁在反对立刻离舰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一直以来 中途岛海战里面 我们后人分析的 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的 种种问题 实际上日军在战前 全部都推导出来了 比如 各支舰队相距太远 无法互相支援 山本非常清楚 但是它是故意这么做的 第二 战略规划假定美军 从珍珠港出发 太过理想 这点是联合舰队 通过兵棋推演的结果 充分预见的 但是 作战只是做了一个小修改 那就是预留一部分飞机 挂在对舰攻击的武器 随时准备应对敌人航母 最后补充一点 是我比较少见到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南云的参谋长 也是后来联合舰队的参谋长 草鹿龙之介 他提出的反对作战的理由 那就是作战准备严重不足 经历了珍珠港攻击 东南亚的作战 以及印度洋的作战 机动舰队已经航行了超过五万海里了 军舰需要维修 人员需要休息 补充战损的新兵需要训练 在中途岛海战之前 一航战就已经出现了飞行员质量下降的情况了 有的新飞行员才刚刚掌握白天拙舰的训练 而且针对鱼类攻击机也有 以现在的战术水平能够在珊瑚海取得那样的战果 已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评价 不过在联合舰队这里 或者说是在山本本人这里 极度乐观的态度之下 这些似乎都成了小事 以至于草鹿龙之介战后回忆说 虽然作战准备严重不足 我也有不满但没有那么强烈的表达出来 相对而言那会儿我更加关心的事情是 针对珍珠港袭击中战死的飞行员的噤声问题 好 接下来下一个话题 我们来结合史实合理判断一下 如果日军占领了中途岛会发生什么呢 就在靖腾杏竹反对作战的那次会议上 他也曾经问到过这么一个问题 就算占领中途岛 后续的补给该如何解决呢 这也是军令部 尤其是陆军始终反对攻略中途岛的原因 打的时候你海军来了赢了 结果呢 陆军来守 得多少人才能守住一个距离本土 茫茫远一览无余的小岛呢 你们海军能够担负起补给的任务吗 语言的回应是 不用解决 我们没有考虑过补给的问题 如果守备部队之后确实面临补给困难 可以炸毁岛上的设施后撤离 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是相当震惊的 抗日作战计划 可是后来一想好像真是不夸张 我们来看到瓜岛是不是也是距离本土非常遥远 是不是作战时海军根本没有补给上的有效对策 是不是最后也因为补给问题撤了呢 所以历史在这儿其实已经演了一遍了 只不过日本人当时没有意识到罢了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因为日军也计划了在攻占中途岛之后 10月份要进一步的攻击美军的夏威夷 如果计划得以实施 换而言之也就是以攻戴手了 中途岛的安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唉想得美 我们根据材料梳理一下 如果中途岛战役成功 这个成功模式其实会有两种形式 第一占领中途岛但未全歼美军航母 第二占领中途岛同时全歼美军航母 UP认为哪怕成功也会偏向于第一种情况 因为尼米兹在中途岛海战的命令中是非常睿智和明确的 他下令自己的舰队以打游击的形式出击 避免与敌人的航母或者舰队直接决战 加上最后的实战过程我们也可以发现 南云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只发现了约克成号一艘航空母舰 那么大概率最后就会以击沉约克成号一艘航母 自己也损失一到两艘航母这样的结果收场 再之后夏威夷估计还是要失败 因为南云这支舰队在处理中途岛机场的时候 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夏威夷的机场设备防御体系可比中途岛完备的多了 不是一个当量的问题 而且敌人的航母仍然具有战斗力 中途岛你也有损失 所以最后哪怕不败在中途岛在夏威夷也一样会败 那么如果是第二种呢 日军全胜了呢 那就是日本的大本营又一次以扩大战争规模 扩大战线的方式应对了战争 而且对比我之前说的第一段作战的主要目标 是为了控制资源产地维持战争 这次的第二段作战没有丝毫资源收益上的提升 反而进一步拉长战线耗费了资源 就算这四个作战全部成功 美军的航母也被揭灭了 那么日本将以一个雷弱的准工业国的国力 建立起一条人类史上最宽大的战线 它维持得住吗 西边面对的是中国战场 坚持不懈英勇抗战的中国军民 西南印度方向 有正在重整旗鼓的英联邦军队和中国远征军 南方及东南方有斗志不减的迈克阿瑟 东边有迎刃多时的尼米兹 在它后面是躺在船场里的超过200艘的新式战舰 再望向北方 与苏联的条约又能坚持多久呢 UP称呼这条战线为荷包弹战线 中间是弹簧是它的本土 周围一圈蛋白全是它的敌人 而且和德国不大一样的地方是 德国的战线是分主次的 北非实在不行 丢了也就丢了 没有那么致命 可是日本这一圈没有次要战线 全是主要战线 哪条战线无法维持 日本都会全盘结束 你说这个结果会两样吗 所以无论中途岛战役的结果如何 结局是一定的 这个就是我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话题 山本五十六 首先交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我们回想一下几乎所有拍摄太平洋战争的影视作品里 日本的 美国的 山本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这个部分up观点先行 线下很多人对山本的印象 来自于影视片 纪录片 对他的描述 而这个形象是由日美两国共同打造的 这两个国家的传媒机器 在山本五十六这个点上 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默契 日本基于它的历史和宣传需要 它需要塑造一个 看似有些智慧的海军将领的 美国基于美国的文化和宣传需要 需要塑造一个强大的智慧的对手 来凸显它更强大 更勇敢 再加上两国当下是盟友 所以这个刚开始反对对美作战 与美国有一定交往 战争初期也确实打出一定战绩的山本 再加上一点很重要的 这个人死得早没有被审判 所以这些标签就让他成为了 日美星照不宣的一个在双方影视作品里 都能放大的角色 而这个角色其实与史实是脱节的 不知道大家的意见如何 我呢这里就有一些疑问和大家探讨 第一山本有他们说的那么智慧吗 我结合今天谈到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山本特别叮嘱南云 要预留飞机去炸航母 UP之前说过 这个事情主要是他的参谋长推导得出的结论 像是巡玉把一条计谋给了曹操 曹操下了命令 那当然这个命令是曹操下的 但计策确实是巡玉出的 所以在决战中途岛里 这个兵棋推演显然是把事情画给山本了 这个推演实际上并不是他主持的 换而言之 日美双方的影视片都有给他贴金的嫌疑 第二山本是知美派吗 我是怀疑的 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就因为他去过美国 考察过美国 知道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国力差距 他就算知美派了吗 这点很多日本将领都知道啊 这个所谓的知美派 是日美两国共同宣传的 日本想让自己看上去聪明一些 美国想让自己的对手看上去不那么愚蠢 所以刻意打造的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个掌握着世界第三大规模的海军总司令 是不是应该了解自己假想敌的工业实力呢 这算什么知美派呢 这是个基本要求啊 真正的知美派的表现 应该是了解美军的作战方式 熟悉美军的优势 劣势 同时能够制定出一个符合自己国情军情 能够有效应对美军方法的才叫知美派 但问题是 山本可是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一点 制定的作战方式 能够有效应对美军的进攻吗 从来没有 好 中途岛你可以为他开拓 说因为美军破译了密码 还有航母 那刮岛后期呢 美军太平洋上已经没有可以作战的航母了 山本挡住美军了吗 山本逼合美军了吗 山本的作战方式 一个个做出来 赢了只是能够维持战争 输了就得等亡国了 这是一个所谓的知美派 所谓的优秀将领做出来的事吗 第三 山本有没有美日影视片里的那种统帅气质 这个见仁见智吧 关键得看大家怎么理解统帅气质 但我就从中途岛战役的规划过程 两个细节就对这点表示怀疑 作战规划通过不了 山本说 那我辞职不干了 以此相逼 手下对作战命令反对意见很多的时候 山本说 有意见的人即刻离间 这有点像李云龙吧 我感觉 理论上按照他的军衔职位 对应到盟军这里应该得是 尼米兹 艾森豪威尔 或者是马歇尔这个位置 但你看看我提到的这三位 在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 面对不同性格 甚至不同国家的属下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同意的呢 基于这三点 我对山本在影视片当中的形象 是非常怀疑的 也欢迎大家补充一些细节 或者是其他观点 这部分内容我会放在 阿基米德大战 以及联合舰队司令 这两个系列里面和大家详说 那么带着兵棋推演明确的失败的结果 拿着既要轰炸敌人机场 又要摧毁敌人航母的作战任务 带着当时战无不胜 实际上是两鹤不在 战力下降的部队 南云会怎么做呢 美军又会如何出击呢 在日军那期节目里面 我是按照战略到战术到个人的顺序来介绍的 可是在美军这里 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忽视指挥官 也就是尼米兹 他对这场战役巨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今天换个顺序 从将领到战略规划 战术制定这个顺序来介绍 今天我们的视频将围绕四个部分进行 一 美军情报部门的出色表现 以及其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预告一下 不为人知的故事绝对不可能是中途岛缺水 这个人尽皆知的事情 第二 尼米兹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 和他所制定的中途岛作战计划 第三 美军最初制定的对日的作战构想 橙色战争计划 我也将通过这个计划的演变 来为大家细数上个世纪 美军海军作战思想的巨大转变 第四 是最终二战时期 指导美军对日和对德裔作战的 彩虹作战计划 首先进入第一个主题 我们先来看看战争的消息面 珊瑚海海战之后 美军也包括他的盟友们 急切地想要知道 日军接下来的行动在哪里 5月中旬 罗切夫特所在的美国海军情报部门 截获了大量日本军舰 在本土和马里亚纳群岛调动集结的情报 可是他们要去哪里呢 尼米兹得到的来自罗切夫特的情报是说 日军的目标是中途岛 可是美国陆军却认为 日军接下来的行动目标是空袭旧金山 麦克阿瑟认为 日本接下来会继续攻击新几内亚 而英军则是认为 日军接下来的目标会继续攻击印度洋 点开这个视频的朋友应该了解 中途岛战役中 罗切夫特所在的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出色表现 刚开始呢 情报部门一直无法确定 日本人的信息频繁出现的AF是哪里 后来在尼米兹的受益下 制作了一份假情报 是说中途岛缺少淡水 日本人那边发电AF缺淡水 这才确定了AF是中途岛 最终帮助尼米兹力排众议的 但是我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细节 我最开始犯嘀咕 那在通过假情报验证和汇报尼米兹之前 罗切夫特他一定要先判断出 或者说是猜出来这个AF是中途岛 对不对 才会有后来的向他的长官报告 以及用假电报来证实这个事情 可是他凭什么这么判断这么猜呢 网络上的多数信息是说他凭经验来说的 这个太玄学了 我还凭经验猜大家已经给我三连了呢 所以我结合检索到的信息 先来和大家分享这个细节 罗切夫特是通过观察日均 从开战以来的攻势判断的 接下来目标是中途岛 因为他发现日均 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 几乎都不会绕过重要的要塞 或者岛屿来发动进攻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个明显的例子 日均的第一段作战 最远的H计划和R计划 是在日均确保了马来半岛关岛 也基本在菲律宾站稳脚跟之后才发动的 不太会跳过这些地方直接进攻 对比一下美军后期 反攻的挖跳战术则是完全相反 跳过了一些不必要的岛屿和据点 所以按照罗切夫特的思路 如果日均真的是要轰炸旧金山的话 那么他一定不会绕开阿留申和夏威夷 所以陆军这条就排除掉了 再进一步 如果他要占领夏威夷的话 就一定要攻占中间的中途岛之后 才有可能 另外就是情报部门发现 日本人对中太平洋的目标都是以A加另外一个字母的形式命名的 之前他们就已经破译了AH指的就是珍珠港 AG指的是中途岛附近的一个无人浅滩 那排除一下重要的位置应该就只剩中途岛了 然后呢我们再排除 其实应该首先排除的就是英国这个最不靠谱的情报 英国是二战中的表演艺术家 只要呢他想让你在某一个方向上帮他 或者是他想逃 他瞬间能编出一大堆理由 找出一大堆真真假假的线索来证实 演的是敌人和盟友都非常困惑 所以大部分时候他说什么 你就yesyesyes对对对 这样就OK了 那么现在呢就变成了迈克阿瑟的南太平洋方向和中途岛两个选项了 这个推论的过程呢 是尼米兹能够相信他 并且愿意受益做中途岛缺淡水假情报的一个基础 而之后的事情大家也就清楚了 好我们继续 这个破获的情报居然精确到了日军会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兵力构成 《决战中途岛》的电影里面更是嘲讽性十足的 把日军的作战计划精准的画在了美军的办公室里面 开图了属于是 好一般的历史科普呢 做到这个地方就要紧接着尼米兹的部署了 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是值得怀疑的 接下来呢我们尝试把自己带入历史 星宇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图上所示的这份日军作战计划现在放到了你的手上 你如果是尼米兹或者海军作战部部长约瑟夫金 你会信吗 会的话你在弹幕里面打会 不会的话你就打不会 我个人是很怀疑的 为什么呢 我来转述几个当时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怀疑的问题来问问大家 看看你的态度会松动吗 如果松动了请各位在弹幕里面打一 第一条 日本进攻墨尔兹比港 澳大利亚的家门口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只派了两艘正规航母 一艘轻型航母 进攻太平洋中部的小小一个岛屿 要派整个联合舰队来进攻吗 第二 这个消息会不会是假情报呢 故意引诱舰队上套 结果当天不是日军被伏击了 而是我们被伏击了呢 第三 头等机密通常是不会用电报传送的 而且这次日军还是频繁的发 电报一发全世界都知道了 哪怕是最保密的密码 全世界都能收到迟早会破译的 日本人他不知道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尼米兹的回答 第一点 日本为什么要用重兵进攻 尼米兹判断 他们的目标也许是我们的舰队 言下之意 他们的目标未必是那座岛 第二点 为什么用电报频繁发呢 说明山本的作战行动日程太过紧迫了 它无法用其他的方式 及时派送给各个单位 我们回顾一下上期的内容 联合舰队4月初提交了中途岛作战的计划 4月中旬 杜利特的行动加速了计划 然后就是各种推演 反对 然后最后山本出了大招 你们都理解 5月5号这个作战计划才最终敲定 而到了5月末 200多艘日本的舰船就已经起航了 可以说尼米兹的整套判断是相当精准 当时也没有更准确的情报了 所以尼米兹他决定 先按照这个情报先做部署再说 接下来的压力就来到尼米兹这里了 他要怎么部署呢 首先他计算了一下兵力 山本的这次行动会出动4到5艘航母 10艘以上的战列舰 但是山本把规模巨大的舰队分开布置了 所以在局部的战场上美军未必是劣势的 为此尼米兹要求 把山湖海海战中受重伤的约克城号赶攻修好 让正在夏威夷待命的 本该是萨拉托加号上的飞机中队 去填补约克城号的飞机空缺 最后还从各个地方东拼西凑 在中途岛上凑出了127架飞机 加上企业号大黄蜂号约克城号航母 美国人在这场战役中可以使用的飞机总数 就达到了361架 反观日军 南云舰队这个方向只有四艘航空母舰 加上舰队里的其他侦察机 满打满算260架 所以如果计算航母 那日军的确是多一艘 但是如果算飞机 日本人却是劣势的 那日军庞大的 占碾压优势的水面舰艇呢 忘了他们吧 他们在十万八千里之外呢 尼米兹的部署 要求三艘航空母舰 于中途岛东北方埋伏 这样就可以与中途岛机场上起飞的飞机 从不同方向上 对日军的航母构成威胁 作战部署非常简洁 但是非常致命 星宇认为这一仗 美军的胜利和尼米兹关系非常大 换一个人 未必会制作出相同的作战规划 也未必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我们来看 美军的情报优势和作战规划 让战场变成了 敌人在明 有军在岸 这是哪一种海军舰艇的作战方式呢 是不是有点像潜艇 提到二战当中优秀的潜艇指挥官 可能大家会想到德国的卡尔·邓尼茨 但是请不要忘了尼米兹 1905年 尼米兹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 1909年 他就已经成为了美军一艘潜艇的艇长 而那会儿美军的潜艇部队建设 才刚刚起步不久 当然了 当时的尼米兹是非常失望的 他很希望能够在战略舰上面服役 并且评价潜艇是 海底两万里的幻想 以及坐头巾的结合 我也把之后 尼米兹和潜艇相关的经历 做了一个罗列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1911年 尼米兹不但担任了一支潜艇部队的指挥官 同时 还主张美军应该引入柴油发动机 成为了潜艇的动力专家 一战中 他最终关制大西洋舰队潜艇部队总司令的参谋长 而一战正是潜艇表现优异 且战术走向成熟的时刻 1919年 他成为了潜艇设计委员会的首席委员 而且戏剧化的是 1941年 尼米兹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时候 上任仪式就是在潜艇上进行的 虽然客观上来说 美国当时也的确没有合适的大型舰支来举行这样的仪式 但是另外一层意味就是 尼米兹他出身潜艇部队 是潜艇作战和动力方面的专家 他在二战期间亲自过问 美国潜艇的新技术的装备 安装使用和训练 太平洋战场上 美军的潜艇表现优异 尼米兹是功不可没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战后在审判邓尼茨的时候 指控的罪名里面就有 德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这一条 邓尼茨的律师就要求 美国的尼米兹出具一份指令 这份指令的内容就是 尼米兹曾经在太平洋地区 也发出过类似的作战命令 只不过是无差别的来打击日本商船 以此来为邓尼茨辩护 对吧 你尼米兹可以发 为什么邓尼茨不能发这样的命令呢 好 让我们回到中途岛 尼米兹在完成部署 下达了中途岛的作战命令之后 又给他的部队补充了一条非常著名的命令 这段话的英文执意过来会有点绕 我来帮大家概括一下 就是说 你们的行动一定要经过风险的计算 计算可能给别人带来的伤害 以及攻击之后把自己暴露出来 可能受到的损失 只有一种情况 你们可以暴露在对方的优势火力之下 那就是你能给敌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倒过来说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给敌人带来更大的伤害 就保存实力 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 而贸然发动进攻 熟悉潜艇作战的朋友应该知道 在白天潜艇发射的鱼雷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会在海面上拖出一条长长的白线 等于在敌军和自己之间画了一条线 指明了自己的位置 所以在进攻之前 潜艇部队往往都需要反复的计算 进攻的风险和给敌人带来的损失 尼米兹的这条命令 是有很明显的潜艇指挥官的影子在的 再补充一个有意思的事 二战中比较著名的潜艇击沉航母的案例中 比如德国的潜艇U-29击沉皇家海军勇敢号 美国潜艇击沉日本的航母祥赫号 都是在这些航母收放飞机的时候 找到了最佳的进攻时机 好巧不巧 美国飞机出现在日本航母上空的时候 刚好是南云接收完飞机 准备放飞下一波飞机的时候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我相信一个人长时间的学习 经历和经验一定会改变 他未来的思想模式和处事风格 这场战役的战术和战斗指挥中 尼米兹充分表现了他长期指挥和研究潜艇的谨慎和冷静 有这样背景和经历的尼米兹 大家觉得他会把自己所剩不多的本钱 如山本所愿那样全部拿出来与日军决战吗 上一期视频的末尾我提到 我对山本是否是真正的支美派是怀疑的 原因是我觉得山本五十六 只是了解美国的国力和战争潜力 好像对美军的作战方式 将帅的指挥风格不是很了解 结果也引发了大家广泛的讨论 可是尼米兹 他还真的是一位真正的支日派 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曾经见过在日本海军被封为军神的东乡平巴郎 尼米兹很尊敬他 也仔细研究过东乡在日俄海战中的规划和部署 而且东乡平巴郎 对整个日本海军有巨大的影响 事实的确如此 过了那么多年 二战中日本海军的作战规划 始终还是围绕打舰队决战进行的 尼米兹他有可能上钩吗 而且我可以负责地说 在美国海军了解日本海军作战风格和方式的 不只是他 1960年 当时已经身为五星上将的尼米兹 在美国的海军学院 课堂上说下了这么一句话 与日本的战争 在海军学院的推演势力 已经被许许多多的人 从许许多多的方式完成了多次 以至于在战争中 没有任何超出我们预想的事情 除了一件事 是一件什么事呢 星宇会在视频的最后 为大家揭晓 大家可以先猜一猜 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 不少太平洋战争中的细节 我们作为后人都在反复品味 可尼米兹他作为历史的当事人 居然觉得不仅是战争的结果 连战争的进程和经过都几乎没有任何惊喜 一切按照部署 一切尽在掌握 那我就要问了 这是个什么部署 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 美国将日本设为假想敌的橙色战争计划 美国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 日本有可能对自己在太平洋上的利益构成威胁 并着手开始制定作战规划的呢 答案是1906年 是的 慈禧还活着呢 日俄战争之后 美国就意识到了 日本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潜在威胁 1906年在旧金山又发生了限制日本移民案 让美日关系一度降到低点 当时负责起草作战计划的 美国海陆军联合委员会 就匆忙完成了一份 保卫菲律宾免受日本人进攻的计划 从那一刻起 在美国的作战规划中 日本便一直都是潜在敌人了 而且最后二战的走势 就和这个最初版规划中的其中一派的观点 几乎如出一辙 1911年 美国海陆军联合委员会制定了一套彩色作战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 针对不同国家的作战 被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加以区分 美国自己是蓝色 英国是红色 英属的其他地区像是澳大利亚或者是英属印度 是其他色号的红色 法国是金色 德国是黑色 日本是橙色等等 这套作战规划是模拟美军单独于单个国家作战的情况而制定的 还有很重要的是 这些规划不仅仅是指导作战 也是各军事院校进行参谋训练 教育的素材 在海军学院 从一战结束的1919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样的作战规划制定 模拟和推演一共进行了318次 而其中模拟的最多的就是橙色计划和红色计划 所以才会有之前尼米兹所说的战争进程 被很多人从不同各种的方式模拟了很多遍了 没有任何惊喜的那么一段话 其中的红色作战计划比较特别 并不是说美国在不断的模拟如何与英国作战 而是模拟与英国作战是一种训练军官的方式 当时的海上霸主毫无疑问是英国 所以拿它模拟最能练手是这种感觉 指导对日作战的橙色作战计划 在1906年到1941年这35年间出现过比较激烈的讨论 分为两派 第一派 Trusters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助力气助推气的意思 直观一点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突进派 这一派的一些著名的支持者 包括美国在美西战争中的英雄乔治杜威 海军战略的作者 美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塞耶马汉 还有就是二战时期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 五星上将约瑟夫金 著名的公牛哈尔奇 他们的观点就是与日本的战争一旦开始 那么菲律宾需要担当非常重要的据点 在这里美军需要固守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而美国的舰队会在东西海岸集结 先后借由正在建设的夏威夷和关岛基地 长驱直入到达菲律宾与日本海军决战 以菲律宾为进一步的基地 威胁日本本土控制西太平洋 他们预想这样的战争会比较快结束 而今天我们看来这套规划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不过呢 我们要以一战前的美国视角来思考 那会儿的美国 没有什么大规模海上作战的经验和经历 所以能够给自己提供实战参考的 就是世纪之交发生的美西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 美国很快就战胜了西班牙 太平洋方向就是一支舰队来到菲律宾打败了西班牙 西班牙甭管怎么样吧 在全世界人的脑海里面还依稀有一个传统海上帝国的印象 可是日本算什么情况呢 咱们情景代入一下 黑船事件是美国靠着船间炮力吓得你走向近代化了 现在来打你不是轻而易举吗 其次 那个时代全世界的海军或多或少都要学习英国的经验 如果换了英国海军 他们会怎么做呢 英帝国为什么如此强大 美国人觉得因为它控制着很多全球的战略要地 像是直不罗陀新加坡等等 并且建有完备的军事要塞 一旦战争开始 英国的舰队就会从本土驶向这些要塞 整备调整之后进一步的投送兵力 那美国现在也有夏威夷 有菲律宾了 也能这么干了 所以总结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Chusters理解为是美国海军版本的决战派 另外一派是Cutionary 这个词的来源是Cutionary 警告的 劝谏的 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叫它渐进派 它的行程要比突进派要晚 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就都是太平洋战场上战功赫赫的海军将领 包括尼米兹 斯普罗恩斯 希尔曼 凯利特纳等等 他们的想法是说 一旦与日本的战争开始 日本就有可能会攻占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基地和据点 而美军需要重夺或者攻占这些岛屿 作为跳板一步步靠近日本本土 最终控制西太平洋 这个就是二战时期挖跳战术的起源 麦克阿瑟说是他发明的 可是尼米兹始终觉得 我们都在学校里面论证了十几年了 只不过名字被你叫挖跳罢了 怎么能说是你发明的呢 这个规划与之前的突进派相比要更谨慎 你也可以预见到所需要的时间更长 花费的资源也更多 在二战中 大家知道是渐进派最终得以实施 所以你看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 珊瑚海海战 中途岛海战之后 所有的作战都不是以歼灭敌人的舰队 为第一要务制定的 基本上都是以攻去岛屿 围绕战岛来制定的 但是从计划开始制定的1906年算起 一直到战争爆发的1941年 这35年之间 一直是突进派占诸岛 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美国始终更重视大西洋方向 美国国会或者舆论 不会愿意为一场旷日持久的 在亚洲的对日本人的作战买单 虽然美国在远东地区 也有核心利益需要捍卫 但是一座座岛那么打下去 资源投入太大了 感觉划不来 所以需要一个能够迅速结束战争的规划 还有就是 在20世纪初摧毁一支有大量主力舰舰队的唯一方式 就是你也有一支有大量主力舰的舰队 而主力舰作战的方式就是要建立大编队打一场决战 Battle 所以Battleship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那当然要组一个规模巨大的舰队 开到理想的海域打一仗了 所以到了1928年一个比较完整的橙色计划得以确定 具体的内容之前我介绍过了就不再细说 大家可以暂停查看 但是其中这个第一条 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比较震惊的 这是在战前13年1928年做的计划 这个预判能力还是可以的 所以尼米兹所说的完全没想到的事情 其实不是珍珠港袭击 不过这一切随着时间推移 技术的进步逐渐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大量新武器的使用 尤其是潜艇在一战中的表现 以及战争中战争后逐渐成熟的航空兵战术 让岛屿的战略价值一下子提高了 也就是说舰队原来从A经过B岛到CD 只要你不是起脸B岛 这个B岛很难威胁到你 但是现在B岛上可以部署潜艇 可以部署大量的雷击船 可以部署空中力量 你从A到C这一路就有可能消耗舰队的状态 第二点就是基于这些技术的进步 一战后日本从德国手上拿到的那些中太平洋岛屿的威胁 就瞬间斗增 第三 最后一条 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对英美日的主力舰吨位的限制是5比5比3 乘以2就是10比10比6 但实际上日本一盘算 自己造的战舰会超过这个限额 所以想把这个比例调整到10比10比7这个数值 可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休斯 他认为把美日主力舰比例限制在10比6比什么都重要 为了让日本能够接受美国可以退让 退让什么呢 美国放弃在日界线以西修建大型的海军基地 以及新的军事要塞 比如关岛菲律宾威克岛 这就是战争初期 日军攻占这些岛屿看上去非常轻松的原因 那基于这些原因 渐进派于30年代最终胜出 陆军和菲律宾的部分没有变动 而是把增援部队应该迅速运动到西太平洋 更改为不断攻占 通过日本托管的太平洋岛屿 包括马绍尔群岛 加罗林群岛 最终打通对菲律宾的交通线 是不是和最终作战的走势非常接近呢 尼米兹一点都没有吹牛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部分 那就是替代橙色计划的彩虹计划 在橙色计划的介绍中 我说过像橙色计划 黑色计划 是模拟美军单独与单一国家作战的情况 可是到了三十年代后期 德意日越走越近 美国虽然孤立主义盛行 但还是偏向于支持英法这边 这个时候作战就不大可能是自己 也就是蓝色单独对抗单一颜色了 而是双方的颜色都多了 变成了蓝色加红色加金色 对抗橙色加银色加黑色 因而这个计划的名字就变成了彩虹计划 彩虹计划因为要考虑到各个战场的情况 所以是一个同时集合两个大方向 且配合盟友一起行动的战争计划 共分为彩虹一号到彩虹五号 这里语言规律强迫症患者星宇 为大家大概概括一下 彩虹一号就是不介入亚洲 不介入欧洲 只保护半个西半球 彩虹四号是不介入亚洲和欧洲 保护整个西半球 彩虹二号是在确保西半球的基础上 低限度的介入欧洲 高限度的介入亚洲 彩虹三号是在确保西半球的基础上 不介入欧洲 高限度介入亚洲 最后彩虹五号是在确保西半球的基础上 高限度介入欧洲 低限度介入亚洲 这就是美国最终确定的 首先集中力量于欧洲 与盟国配合首先打败德国和意大利 在太平洋保持战略防御态势的作战方略 但实际上这个彩虹五号 也就只执行到了中途岛海战为止 中途岛之后 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就和马歇尔沟通 既然实力的天平已经平衡了 不能放弃掉这个机会 可以先在太平洋各个方向上 发动一定规模的反攻 也就是在这一刻 严格来说 美国也就放弃了在太平洋上的战略防御态势 并且差不多与准备实施诺曼迪登陆同一时期 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突破日本绝对防卫圈的作战 好 最后揭晓一个 就是之前尼米兹说的 有一件事情是超乎他的意料的 是什么事情呢 神风特攻队 这也就是美军刚开始面对神风特攻 表现的一筹莫展 损失很大的原因 在分析完美日双方作战室内的战略决策 战术规划之后 我们可以把视角聚焦于战场之上了 中途岛战役这段历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 专业学者们也许可以告诉你一万个 美国一定会赢得太平洋战争的原因 然而他却没办法拍着胸脯和你说 中途岛战役 美军是必胜的 在这场战役中 决定结果的要素和决策太多太多了 美军固然有巨大的情报优势 但是听完今天的解读 你也一定会感受到 日军完全具备足够改变战役结果的能力和机会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会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这场战役中日军是主动方 所以我们仍然会以日军的第一视角展开 我会为大家模拟真实战场的条件 按照时间线推进 从中途岛时间6月2日 也就是东京时间的6月3日开始 给大家罗列整理日军所获得的所有情报信息 让各位设身处地地站在大和号 赤城号和飞龙号的作战室里面来做决策 通过这种方式 让各位更直观更直接地感受这段历史 也让各位过一把舰队指挥的影 那在这个过程中 星宇会扮演各位的参谋 帮各位整理好信息 并且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快速做决策 用弹幕来做出你的选择 看看如果不是山本56而是各位 或者不是南云中医而是各位 你们的选择会是什么 好 在视频开始之前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搞脑子的事情 需要和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场战役是跨日界线进行的 中途岛所用的时间和东京时间 存在接近一天的时差 所以文献中时间的记录往往是两条 那我们为了方便大家观看呢 就统一使用历史记载和影片里用的 比较多的中途岛时间来叙述 大家在查阅文献和资料的时候 也要关注一下这一点 好 我们正式开始 1942年5月28日 200多艘战舰正在如我们之前所介绍的 MI和AL作战计划一样 从不同方向驶向中途岛和阿流深海域 虽然日本人在战前有着非常复杂的讨论过程 但此时舰队内乐观情绪仍然是主流 三河义勇大作就说道 现在我只能祈求神灵保佑我们能遇到敌人 因为敌人有可能集中兵力在澳大利亚近海 这样就不能进行大决战了 我很害怕这个 司令官 不知道您现在在屏幕面前听见大作的言语 5月29日至6月2日这五天里 虽说所有舰队都保持着无线电静默 但坐镇大和号的山本还是感觉到了太平洋各个方向上的暗流涌动 我将汇集这些信息供各位来做海战中的第一个重要决断 一 中途岛附近海域的巡逻潜艇告知 中途岛上似乎在修建工事 建筑起重机随处可见 空中的巡逻异常密集 看上去该岛处于反常的高度戒备状态 二 原定于前去珍珠港侦察的一架侦察机 原本需要在中间接受潜艇的补给燃料 之后继续飞向珍珠港 结果这个预定的补给地点停着一艘美军舰艇 导致飞机无法补充燃料 飞到珍珠港侦察了 三 前一期视频里面 我为各位简化了一条信息 没有介绍有一支日本潜艇部队的部署 这支潜艇部队由七艘潜艇组成 他们的任务是靠近夏威夷 拦截并侦察美军航母的动向 但是他们现在告诉山本说 无法安时到达 最后 6月2日大河号所在的舰队 截获了一条呼叫信号 这条信号来自中途岛附近的美军舰船 可是具体方位无法得知 好的 各位现在第一个决断的时间到了 就是需不需要打破无线电静默 冒着被美军截获电报 把机动舰队暴露出来的风险 将这些信息告知即将进入作战的 指挥官南云中医 A告诉他 B不告诉大家可以在弹幕里做出你的答案 历史上山本显而易见没有告知南云这些信息 山本此刻不知道是不是生的东西吃多了 因为肚子里面有回虫腹痛难忍 不过他首先还是给出了明确的指示 立刻告知南云 可是他手下最器重的黑岛以及其他参谋 却纷纷提出了有力的回击 一 现在告知南云 我们就会打破无线电静默 南云的位置容易暴露 二 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中途岛附近的海域 南云的位置距离中途岛更近 我们离这么远都能截获 南云也应该截获了 所以不必告知他 三 已经在作战之前提醒了南云了 预留一半的飞机对付美军舰队 所以哪怕有敌人的舰队 及时应对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些因素之下 山本也就没有坚持之前的决定了 那这里有一个事情要和大家讨论 大家觉得山本闹肚子 肚子疼这个事情 有没有可能影响山本他的判断呢 我真的很难给出我自己的想法 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自己如果在特别重要紧张的场合 身体不舒服 是不是很多决定和做法会异于平常 再比如说滑铁路战役之前 拿破仑也是出现了严重的难言之影吧 很多人就认为呢 这场仗拿破仑为什么输了 就和他当时的糟糕的身体状况有关 这个事所以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大家觉得会影响他吗 反正最终的结果 山本他没告诉南云 现在呢 我们就把视角转向南云 这些有关美军的重要情报 南云知道吗 完全不知道 一个也不知道 诶 奇怪了 不是之前有参谋说 南云离得更近 所以最后这条应该可以截获的吗 可事实是他确实没截获到 有可能是巧合 比如赤城号正在进行其他的作业 但也有必然的因素 原因说出来真的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山本和这些参谋在哪里 大和号 这艘船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 用以拦截敌军信息的设备 可是南云的旗舰 赤城号他的围杆很矮 也没有足够先进的设备 所以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让他没能拦截到这个信息 这个事不是星云我 事后诸葛亮在这分析 南云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 在战前就向联合舰队参谋长 语言反映过这个问题 他的意思是说 赤城号指挥自己这支舰队 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次的作战规模实在太大 到时候需要收集友方 敌方在战场上的各种信息 并做出重要决策 这样的事情 以赤城号很矮的为干 并不先进的设备条件 似乎很难升任 所以如果需要做出重要的决策 希望为干更高 也装备了最新的拦截 情报设备的大和号 能够提供更多信息 并协调指挥 语言的回应是什么呢 他认为舰队此次是骑袭 要保证无线电静默 反正本来就是静默的 你设备先不先进 能不能协调指挥 也就无所谓了 所以直到6月3日之前 南云这支舰队所获得的情报 和出港时是一致的 他不知道任何敌方的情况 也不知道友方的情况 甚至在航行之中 浓雾弥漫 经常会连有舰都找不到去哪了 这一切 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南云中医 和参谋长草鹿龙之界更焦虑了 6月2日 南云草鹿以及其他的参谋 开了战前最后一次讨论会 讨论的问题老生常谈 到底应该聚焦轰炸中途岛 辅助登陆作战呢 还是应该聚焦寻找 并摧毁尼米兹的舰队呢 在草鹿看来 虽然战斗已经迫在眉睫了 但是他仍然很担心这个双重任务 南云刚开始没说话 一旁的参谋 大石保大佐 比较直白 又重复了一遍作战命令 舰队的作战命令指出 消灭敌军乃是第一位的 配合登陆是第二位的 但是中途岛机场的飞机 是必须要首先压制的 不然无论后期军队要登陆 还是进攻尼米兹的舰队 都会比较麻烦 南云中一依旧表达了 他对美军舰队的担忧 说实话 换谁谁都担忧吧 到现在6月2号 舰队航行已经一周的时间了 对他来说 威胁最大的美军航母的消息 完全没有 山本不是说会派侦察机和潜艇 去监视美国舰队的吗 那消息呢 大石堡继续说 即便现在 尼米兹察觉到了我军的行动 前来迎战 他们的位置也会离我们非常非常远 足够有时间应对调整的 众人在这句话之后 才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按照原计划 先行轰炸中途岛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在这一天的深夜 也是第二天的凌晨 南云舰队在云间发现了一架飞机 当时不可能有日本飞机 在夜里面飞到这个位置 所以南云的判断 这一定是一架美军飞机 自己的位置有可能已经暴露了 这个信息 我是在择地久之的记录中途岛海战 第一航空战队详细战报这部分看到的 可是没有找到任何美国方面这条信息的记录 所以我的怀疑是 这一刻的确是有一架美国飞机在附近 但是没有侦察到日军 不过呢 它反而被南云侦察到了 紧接着 每过几个小时 3号的上午 田中赖三的运输舰队 看见了一架美军的卡特琳娜侦察机 并在随后受到了攻击 于是信息立刻被报告给了山本 同时这一回赤城号终于接收到了这条信息 也就是说信息是发给山本的 而南云是自己接收到的 并不是由田中发给山本再发给南云的 所以南云和山本在这件事情上是根本没有沟通的 对这件事所形成的态度和判断也不同 首先呢 我们跟随着南云的逻辑来推道一遍 南云认为夜里面有一架美军的飞机飞过 现在攻略舰队也已经暴露了它的位置和目标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中途岛骑袭了 也就是说中途岛的敌人有可能有所防备 机场上的飞机也有可能来进攻我们 那这能推导出敌人的航母就在附近吗 其实不能 没毛病 像之前大石堡所说的 哪怕我们现在位置暴露了 美军的航母还在夏威夷 即刻从珍珠港出来 也还有很远的距离 等他们能攻击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早已经料理完中途岛机场 绝对是有时间应对的 所以这件事情只是让南云对中途岛这座岛屿 有了一个心理建设 这条线索我们先埋一下 因为后面它还会持续发酵 现在我们来看得到这条情报的山本 山本五十六这里和一众参谋感到非常的惊讶和意外 美军居然在我方轰炸中途岛之前就发现了攻略舰队 然后呢 然后他们大的动作什么也没做 继续按照原计划 时间到了著名的中途岛时间1942年6月4日 正如6月2日晚上确定的那样 南云决定抢得先机 天刚蒙蒙亮于4点30就放飞了四艘航母上的108架飞机 前往轰炸中途岛 南云手下有一位他非常信任的航空兵指挥 原田美金雄 这个人在偷袭珍珠港时就是领队指挥 这回攻击中途岛本来也打算让他指挥飞机的 但是因为身体原因只能在舰上出谋划策了 南云根据原田的经验和判断 保险起见在对中途岛攻击的同时 向东面放飞了7架侦察机 咱们说实话 这个判断真的很厉害了 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 我们脑海中的地图是这样的 可是南云他面对的情况却是这样的 而且这么多天 他没有得到来自任何潜艇的侦察机的 山本的有关美军航母的哪怕一条信息 只是推导出了中途岛会有所防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 依旧稳妥起见向东面放飞了7架侦察机来侦察美军舰队 而他的舰队里其实一共只有12架侦察机 我个人认为南云做到这一步 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很对得起他的经历和职务了 现在我们来仔细剖析一下南云这支舰队的特点吧 这支舰队最强的能力 咱们就叫它核心竞争力有哪些呢 一共有三个 首先飞行员 不但训练有素 而且还经历了从中国战场到偷袭珍珠港 到东南亚到印度洋的作战 经验十足 同时客观上来说战绩显赫 这里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数据来供大家参考 在基陈英国竞技程号航母的战斗中 日本俯冲轰炸机投弹的命中率 竟然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当然了 你可以说很多是在经济程号失去动力之后 炸上去的 而且英国这支舰队的防空火力很弱 但是在中途岛海战的后期 飞龙号的俯冲轰炸机前去轰炸约克成号的过程中 它的俯冲轰炸机命中率依旧高达百分之七十 这可不是导弹啊 而且战斗机方向 他们当下驾驶的飞机 临时战斗机 性能也要优于美国海军同时期的飞机 所以在空战和攻击的角度 你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海军飞行员 基本都在南云的麾下 而且也就在这几艘航母上 第二是大家很容易会忽视或者误解的一点 那就是南云中医 虽然后是对它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吧 有人说它飞机上的问题 基本全听原田的 作战全听草路的 但甭管怎么样 南云和它的这个指挥团队 是当时世界上最有经验的航空母舰指挥团队 这一点应该没什么疑问 第三还有一点 这是一支当时战无不胜特别自信的舰队 有什么表现呢 在没有情报支持 并且判断中途岛会有所防备的情况下 南云它依然会积极主动的进攻 战役后期在自己战力尽损 三艘航母已经失去作战能力的情况下 飞龙号仍然会选择追着美军打 我们来看后来的瓜岛 马里亚纳 莱特湾 这种作风好像就少了很多 我认为这也是这支舰队的一个特点 时间来到了5点30分 南云发现了一架美军卡特利纳侦察机 好 这回它可以确定了自己已经被发现了 可以预想到的是 接下来它即将面对美军中途岛机场飞机的攻击 6点30分 攻击机群碰上了美军战斗机的拦截 随后爆发了空战 美军的战斗机包括 18架比较老旧的水牛式战斗机 和6架F4F野猫战斗机 当然 日军有飞行员飞机质量上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日军的舰载轰炸机突破了这勇气可嘉但微不足道的拦截 开始轰炸岛屿 令它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 中途岛上一架飞机也没有 所以它们主要轰炸了重油储罐 水上飞机机库 战斗指挥所 发电站 部分的防空炮台等 对跑道的破坏比较小 同时它们也受到了很顽强的抵抗 加上之前提到的战斗机拦截和中途岛上防空炮造成的伤害 108架攻击的飞机中 有11架被击落 有14架重伤 即使回到航空母舰也无法继续使用 损失不小 因此当时的战斗指挥官就立马做出判断 并向南云发报 需要再进行下一波空袭 现在轮到各位以南云的视角来做第二个决定了 目前的情况是 之前放出的7架侦察机仍然没有发现美军舰队 而且本来美军舰队在这个区域活动的可能性就不高 同时一波次的攻击机群反应 攻击效果不佳 需要再进行一次攻击 现在早上7点摆在各位面前的就是这两个选项 A. 记得山本让南云保留准备应对美国航母的另一半飞机吗 让他们现在就把鱼雷换下来 换成炸弹去攻击中途岛吧 而让第一波飞机回来以后充当应对美军航母的预备力量 这样可以迅速解决中途岛机场这个隐患 B. 原本预备的飞机不动 等第一波飞机回来以后完成补给 让他们再进行一次轰炸 这样也许会更稳妥一些 但是耗费的时间会长很多 你的选择是 等等 美军中途岛的攻击机群到了 这场战役中 中途岛的飞机一共空袭了南云舰队4次 现在这是其中最早的一个波次 陆军4架B-26S轰炸机 海军6架复仇者鱼雷机 6架复仇者的目标是飞龙号 但是受到了临时战斗机的拦截 最后只有两架完成了头弹 并且全被飞龙号躲了过去 三架B-26S目标是赤城号 可是最后只有两架完成了头弹 也被赤城号躲了过去 最后一架B-26S在发现头弹无望之后 居然转向要撞向赤城号 但是他从赤城号的剑桥边 擦过了 剑桥里的所有人都冒出了一声冷汗 非常重要的一点信息是 舰艇在受到攻击时 必须要进行大角度的机动规避 我这里找了赤城号被轰炸时的照片 以及之后大核号在被飞机轰炸时后 机动规避的照片来供大家参考 可是二战时的航母想要放飞飞机 就必须要固定航向迎风行驶 所以在这种机动规避之下 航母是很难放飞新的大批次的飞机的 换而言之 日本航母整备飞机加上放飞的时间 一共需要40到45分钟 如果这当中被美军轰炸 那么这个过程就必须暂停或者延后 另外 二战时的日本航母的设计是甲板上只能做一种作业 就是放飞时不能降落 降落时不能放飞 所以如果指挥官突然需要放飞一波飞机 那么原本准备降落的飞机就得等他们起飞以后才能降落 所以之前空袭来临之际 我们就暂停了交给各位看客的选择 那现在攻击结束了 请问在受到中途岛飞机的这么一轮攻击后 甚至赤程号险些被撞断舰桥之后 当时也没有发现美军的航母 你的选择会是哪一个呢 南云的选择当然是前者 还记得之前我们埋了一条线索吗 南云提前一天就知道了中途岛有可能会有所防备 所以第一波次的飞机进攻效果不佳 自己也受到来自中途岛的猛烈攻击 这些都没有让他感到有什么意外的 也不会让他觉得自己现在是不是落入圈套了 只是坚定了他 一定要赶快彻底的解决中途岛这个隐患 在他的命令下 舰载鱼雷机开始拆卸鱼雷换装炸弹 所以机库里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俯冲轰炸机停放的区域倒是清闲一些 因为他们不需要换装 这个换装的过程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飞机什么也没带 直接装上炸弹需要45分钟 可是如果飞机已经装了鱼雷要换成炸弹 整个过程根据飞龙号的战前训练 就需要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于是从7点15分开始 这个换装就开始进行了 不过时间上还算井然有序 因为一波次的飞机回到航母这里 开始降落的时间大概是8点15分 降落需要30分钟的时间 那会儿二波次飞机已经基本换装完毕 可以基本做到无缝衔接 在一波次完成降落以后 立刻升空去轰炸中途岛了 可是周密的时间表才走了半小时 7点45分 南云收到了一条震惊的消息 之前放飞的其中一架侦察机报告 他发现了大约10艘美军舰艇 于是南云要求机库里的换装立刻停止 随后开始进一步的判断 现在他考虑的问题就必须从轰炸中途岛变成轰炸美军这支舰队了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分析 那个井然有序的时间表必须重新规划了 也就陷入了大家最津津乐道的所谓南云纠结的15分钟 这一刻中他到底要考虑哪些事情呢 绝不仅仅是鱼雷或者是炸弹这么简单 其实摆在南云面前 我们现在换位思考一下 也就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选项就是 A 捷克就把没有完成换装 带着各式各样武器的飞机放飞 前去攻击美军舰队 后接收正在返程中的第一波次飞机 B 先接收一波次飞机之后 再放飞二波次飞机进攻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选项 一波次飞机返回航母的时间大约是8点15分 到达航母上空后 他们的燃油最多还够飞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9点15以前一定要完成降落 不然就会有飞机掉海里了 所有飞机降落的过程本身就需要半个小时 也就是说9点15往前推半小时 8点45这些飞机必须要开始降落了 那如果南云选择A 要在接收之前把攻击舰队用的飞机全部放飞 这个过程需要45分钟 所以我们就要再往前推45分钟 也就是8点了 现在的时间呢 7点45 所以这就是南云的15分钟的来源 如果他要选择A 就必须在这15分钟内拿定主意 并在8点开始放飞预备波次的飞机 现在看来感觉不用选了 B选A 我们先不论鱼雷炸弹的破坏力 反正这个方案 预备的全部飞机能立刻起飞 一波次的飞机也全能平安降落 不是很好吗 可是这个时候 中途岛的飞机又来了 记得我们之前说过吗 中途岛的机场一共发动了四波飞机 这才是第二波 7点55分 16架海军的俯虫轰炸机开始攻击飞龙号 8点15分 15架B17开始水平轰炸飞龙号 苍龙号和赤城号 危险全部解除的时间已经到了8点20分了 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航母在躲避攻击时 是很难起飞大编队飞机的吗 这两波攻击等于是把A选项里的起飞时间强行拖到了8点20分 8点20分算起 起飞45分钟 9点05分才能接收第一波次的飞机 只剩10分钟收飞机了 而收完所有的飞机需要30分钟 也就是说大量一波次的飞机要掉海里了 为了让大家建立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呢 我们用一种不大严谨的方式来推算一下 这样的话会损失多少架飞机 我们假设航母回收飞机的速度是规则匀速的 那失去20分钟飞机回收的时间 也就相当于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回收时间 也就约等于损失三分之二的一波次飞机 这是多少架飞机呢 一波次飞机起飞时108架 被美国人打下去11架 剩下97架 三分之二就是64架 所以这个决定会让日本的舰队 直接丢失60架左右的飞机 大致相当于日本一艘航空母舰 战时所搭载的能够作战的全部飞机 还记得我们第一集所说的吗 联合舰队的参谋长曾经主持过一个兵棋推演 模拟过失去一艘航母和上面的舰载机要怎么赢 他必须要把接下来空中飞机的交换比调成1比3 也就是在接下来的空战中 日本人被干掉一架飞机要击落三架美军飞机 这样中途岛海战才能赢而且是惨胜 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 因为日本航母的舰载机航程更长 根据侦察机报告的位置 这支美军舰队距离日本舰队的距离是超过美军航母的攻击范围的 可是却在日本航母的打击范围之内 所以来自这支美军舰队的攻击最早也要10点以后才能到达 现在决定的因素基本完整了 历史也基本对接上了 此刻的选择权摆在了各位面前 A 即刻就把没有完成换装带着各式各样武器的飞机放飞 前去攻击美军舰队 后接收正在返程中的一波次飞机 但是问题是 现在还不知道这支舰队里面到底有没有美军的航空母舰 另外之前我们说的最后一条 距离上来看现在美军对我们也没有威胁 并且这么做 在交战之初就会让舰队直接损失掉大约60架的飞机 B 先等一波次飞机全部回收完 再放飞新飞机去攻击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核实敌方有没有航母 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完成所有武器的换装 让已经换成炸弹的飞机可以换回鱼雷 那么各位的选择是 天哪 要是我来选的话我会疯了 南云一个日本的海军将领 他把舰船和飞机都当命看的 加上我们之前提到的兵器推演 还有就是不确定敌方是否有航母的情况下 他能选第一个吗 换了其他人会选第一个吗 正盘算下来 B 选项是不是在当时情况下 损失最小 风险也最低的选择呢 可是这就是后来所有人诟病吐槽 批评南云中医的点 接下来我们继续 之前的这段纠结和讨论是建立于 7点45分南云的侦察机 发现了一支美军舰队 且没有办法确定这支舰队有没有航母开启的 而决定的时间又因为中途岛连续两波飞机的攻击 给硬性拖到了8点20分 时间到了8点半 那架侦察机终于又发爆了 发现敌军舰队里好像有一艘航空母舰 血压上升不是吗 紧接着中途岛的飞机又在这个时候又来了 第四波攻击是11架海军俯冲轰炸机发动的攻击 与此同时还有一艘美军潜艇被发现了 所以日军也派出了一艘驱逐舰前去击沉它 再次解除威胁时间到了8点37分 之前我们的选择是从8点20分开始的 如果选A 一波次日军的飞机大概会掉60架左右 现在如果从8点37分来开始算的话 这个时间97架飞机会毫无疑问的全部掉海里 最后我们来算一下日军舰载机的比例吧 260架飞机其中12架是侦察机 四艘航母一共只有248架的作战飞机 然后再去掉已经被美国人打下去的11架 和马上要掉海里的97架 而且再怎么说你还得留20到30架临战 给整个舰队护航吧 我们来算算南云还能剩多少架飞机啊 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 南云如果选了A 它就将损失早上派出去的全部108架飞机 并且随后派出一支只有很少战斗机护航的攻击机群 去攻击全副武装满状态的美军航母 大家觉得结果会是什么样 不等于送飞机去了吗 另外 现在只发现了一艘航母 理论上还有一到两艘航母 飞机送完了南云拿头去撞美国航母吗 最后还有一个事 中途岛的威胁并没有被解除 过一会儿上面的飞机又来炸了 而且按照战前的规划 这个仗居然还要这么打三到四天 那选A能赢吗 南云他能怎么选 肯定选B啊 换我我也选B 而B的结果正是历史的结果 大家也知道是什么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让大家在前一个节点选呢 而不是在历史上真实的节点去选 因为我们是上帝视角 我们知道B绝对会输 南云他在当时的分析 以及我们今天的分析看下来 A也会输 B也输 A也输 这就没什么选的必要了吧 时间继续走 8点37分 所有的攻击终于结束了 按照南云的选择 他们现在可以开始回收飞机了 最终于大约9点20分 回收了所有上午派出去的一波次飞机 现在他的任务简单多了 就是再给他一个45分钟的时间 他就能够发动一次针对这支美军舰队的强有力的打击 并且他打破了无线电静默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山本56 现在我们再短暂的看一下山本这里 南云只是汇报了发现美军航母准备开始攻击 那我们之前说的那些信息呢 像是中途岛的攻击 不断被延后的决定时机 像是南云决策之下很多鱼雷被换成了炸弹 其实山本56这些信息他全都不知道 大和号上的这拨人 现在对于战场上的认知 还是停留在作战计划之上的 只不过美军航母出现的时间是太早了一些 这个是计划之外的 黑田还是在说 南云预备了一半的飞机 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和号没有任何回应 坦率的来说 他也没办法给什么有价值的回应 9点25分 正在南云准备放飞他的攻击集群之际 美国航母的飞机来了 记得之前我们提到过一条消息吗 根据侦察机汇报的美军舰队的位置 以及舰载机的攻击范围 美国人最早要10点以后才能攻击南云舰队 而那时南云的飞机已经基本放飞完成了 这怎么9点25分飞机就来了呢 因为那架侦察机 它报告的位置有偏差 差了大概55英里 也就是48海里或88公里 9点25分开始 先后有三个批次 41架飞机攻击了日本舰队 他们的攻击虽然又是无所斩获 可是又是连续三次 把日军飞机起飞的时间延后了 最重要的是连续的鱼雷攻击 把护航的临站的注意力 转移到了接近海平面的位置 所有人都忽视了来自高空俯冲轰炸机的威胁 10点25分 共47架俯冲轰炸机出现在了南云中医的头上 有记录的 27架向佳赫号发起了攻击 命中了4法 13架向苍龙号发起了攻击 命中了3法 最后三架飞机对赤城号发起了攻击 赤城号被命中1法 兵齐推演里 赤城号是被命中了3法 还只是小破的破坏程度 可事实上历史里 1法就让赤城号退出战斗了 最后这三艘航空母舰全部丧失作战能力 直到这一刻 日本人才从参与攻击的飞机数量上测算出了美军有三艘航空母舰参战 这个消息也在后来从抓到的落水的美军飞行员那里得到了确认 不过还是和之前一样 日本人只清楚其中一艘美军航母具体的位置 我们视频中最后一个交由大家参与制定的决策出现了 如果你是现在仅存的飞龙号上的指挥官 山口多文 你接下来的选择是 A 出击我能反杀 B 火速转向离开美军飞机的攻击范围 这就是视频当中我提到的那一点 这支舰队和后来联合舰队的作风不大一样 他们的选择是A 最终也击沉了约克城号航母 当然了也葬送了自己最后一艘航母的战力 接下来呢 我想暂停一下 我们现在打开上帝视角 回顾一下一个问题 也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日军的优势 和能够改变战争结果的机会究竟在哪里 先说日军的优势 日本人把自己在飞行员和指挥官上的优势发挥出来了吗 其实我认为已经发挥出来了 而且已经发挥到最大了 如果不是技艺高超的临战飞行员 很有可能日军的航母在之前面对中途岛的空袭 和三波鱼雷机的时候就已经被击沉了 还轮不到最后俯冲轰炸机上场 同时如果不是有这些飞行员 那仅仅靠飞龙号一艘航母 怎么可能最后还能击沉约克城号呢 如果不是南云听了经验丰富的原田 要派出侦察机侦察东面 那很有可能日军到最后一艘航母也发现不了 更谈不上飞龙还能击沉约克城号这个事情了 换而言之 绑定在这个中途岛作战的框架之下 其实日本人已经把自己的记忆和经验发挥出来了 但是最多也就击沉了美国人一艘航母 所以我倒不认为是日军在这场战役中打了个窝囊仗 没发挥出来就过早离场了 实际上日军的战力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 只不过再怎么体现也不足以改变战局罢了 所以提到这个固定的作战框架 我认为好像只有在我们视频第一个抉择的地方才有可能改变了 也就是山本纠结要不要告诉南云 中途岛附近有敌军舰艇活动消息那里还有机会 因为南云只要当天放出了轰炸中途岛的飞机 之后它的纠结之处让它做什么说实话都无法改变 最后还是一样的结果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单从日本人的视角上来看 好像有一个运气因素 那就是赤城号受到了三架飞机的攻击 结果就被命中了 那如果这哥仨没打中赤城号呢 日本人将会以两艘航母对三艘航母的姿态继续战斗 结合之后飞龙号的超凡表现那的确露死谁手还尤为可知 但是大家觉得赤城号退出战斗是必然的还是巧合呢 我个人的观点是觉得要分开来说 三架飞机击中赤城号是巧合也是必然 33%的命中率从整场战斗美军的表现上来看是高了一些 但是赤城号上舰队里那么多舰船 防空武器在哪里呢 加赫号苍龙号美军多架飞机呈舰制的攻击 我们就不评价了 朝赤城号投弹的飞机一共就三架 整个舰队的防空系统并没有受到破坏 虽说是昭和防空十防九空 也不指望他真的打下来几架飞机 但是连像样的干扰都没有形成 这你怪美军的投弹技术高超吗 这你怪美军运气好吗 还是怪当天天气太好了 没有干扰到俯冲轰炸机投弹 说到底还是怪自己 怪自己防空火力的问题 另外相对于三架飞机击中了赤城号 还是有巧合也有必然的 那一发炸弹就能让赤城号失去战斗力 那真是完完全全的必然了 这真的是没有什么运气成分 三万多吨的航母被一发高爆弹带走了 当然可以说明赤城号的改装和设计 存在致命缺陷 且日军的损害管理能力做的实在太差 怎么美国航母就不会这样呢 怎么你自己造的瑞赫号翔赫号不会这样呢 怎么英国航母硬生生把自己完成了出肉桩的ADC了呢 说明还是船的设计有问题 造的不够好 损管能力太差 这当然是必然了 如果你很了解这段历史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我略过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日军最后发现美军舰队的那架侦察机 因为各种原因 其实晚出发了一段时间 延后了发现美军的时间 中途岛海战打到这一刻 日本三艘航母沉没 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就会觉得 日本人已经结束了 但实际上战役还有十几个小时 这之后由于山本56本人完全打破了无线电静默 所以接下来的战事在消息面上 反而变得更激烈了 首先山口多文此时信心满满 面对航母上和飞机数量上的巨大劣势 丝毫没有展现出未战姿态反而重拳出击 山本56在得知三艘航母起火失去战斗能力后 并没有展现出慌张 甚至想到了一些翻盘对策 而此刻的南云 在主流的视角里面好像就已经不存在了 但实际上这之后 他在轻型巡洋舰上的指挥要比在赤城上积极的多 人间清醒了水时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最后又是一份全网独有 我们一起来看看中途岛之后 日本人对战役失败的思考和总结 看看这些当事人是如何看待战败的 我也会在这个视频的不同环节 解答这段时间 收集到的各位所有所提的高频次问题 视频制作非常不容易 希望大家多多三连支持 关注 谢谢大家 首先上个视频的最后一个决策 山口多文此刻没有选择撤退 甚至觉得自己仍能一战 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看弹幕上期视频大家也是选撤的比较多 对不对 最主要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 上期我们提到过 日军通过测算空袭自己的飞机数量 估计出参与战斗的美国航母是二至三艘 那为什么是二至三艘呢 因为更具体一点说 是山口多文他就觉得是两艘 日军什么时候才确定美国有三艘航母参战的呢 明确时间是当天下午的十三点钟 通过审问被击落漂浮在海面的美国飞行员得来的 所以经过轰炸十一点不到 幸存下来的飞龙号这里 他们的观点就是敌人航母是两艘 我现在再怎么说还剩一艘 这就是他们敢于反击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而且山口多文下了一个判断非常精准 敌人现在轰炸结束也要经过一个降落飞机 武器弹药换装补给的过程 因此哪怕我一对二仍然是劣势 但短时间敌人这个优势没办法发挥出来 而我则可以趁着这个时间点 发动一次致命进攻 电竞术语就叫打一个timing点 就是对方技能CD我技能好了这个概念 于是11点钟他放飞了飞龙号反击的第一波次 18架俯冲轰炸机和6架护航的战斗机 最终重创了约克诚号 山口多文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并且他的飞机驾驶员非常确认 这艘航母已经失去作战能力了 之前提到下午1点钟 日军最终确认了美军式三艘航母参战 所以1点半飞龙第二波反击机群起飞之际 山口多文他才知道了 之前只是击沉了三艘里的一艘 不是有一些人说的是因为他的脾气 或者是出于日本海军的荣誉 才冒着巨大烈士反击的 所以这一刻他就又交代了一件事 尽量扩大战果 把火力集中在一艘船上 再击沉一艘航母 这样双方的实力天平就平衡了 这一波次飞机的进攻力量是鱼雷轰炸机 最终在侦察机的引导下 到达攻击地点附近 发现了一艘正在航行的航母 于是再次发动攻击 他们的攻击也很奏效 报告又击沉了一艘敌人航母 因此在当下山口多文的脑海里 也是整个南云舰队的脑海里 他们现在已经又变成一对一了 翻盘在即 但事后我们知道 他的二波次轰炸的仍然是约克城号 可是因为美国人神奇的修复和损管能力 硬生生把之前约克城号的大火扑灭 锅炉也部分修复 居然让约克城号恢复到了20节的航速 所以导致日本飞行员觉得 这是另一艘新的航母 而他们已经让两艘敌方的航母 失去作战能力了 这是明确的山口多文 发动两波反击的判断和决策过程 那这段时间南云中医在干什么呢 与大家想的不同 他并没有放弃 反而还表现得挺有斗志的 因为这个时间根据他的情报 和这几个小时里机动舰队的轨迹 他判断美国舰队与他的距离 不到80海里了 所以他在12点左右 将旗舰转移到青巡洋舰常良号之后 火速组织了战舰真名误导 第八战队所属的巡洋舰 以及其他的四艘驱逐舰 以30节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前进 力图与美舰队近战 之前我和大家透露过 其实航空作战南云是没什么意见的 一般舰队的命令也是出自于 参谋厂草陆龙之舰比较多 可是这个时候南云一反常态和草陆说 接下来看我的了 因为其实水面作战是南云的强项 所以这个时候南云看上去 比之前在赤城号上还要积极一些呢 大家觉得南云这个用战舰上去 近战美国航母的想法怎么样呢 咱们也继续做个决策吧 如果现在你是南云中医 那你会做 A 纠集水面舰艇 靠近美舰 力图与之近战 B 这么做可能性很小 反而会被轰炸 增加损失 赶快撤退 我在想是不是选B的比较多 网上大部分的观点 都是觉得完全不可能 油管上的那个视频 甚至觉得这个想法非常荒诞 人家美国人根本就不会理你的 但是我要和大家说 其实南云这么做非常有意义 做得太对了 就该这么干 为什么呢 美国人不会躲吗 其实要的就是他躲 而如果不躲 南云更开心 在我解释之前 需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那就是二战时期 航母特混编队 或者就是机动舰队 为什么要配属这些主力舰呢 它们究竟有什么作用 如果你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也就明白南云的意图了 很多历史迷或者军迷 可能会觉得 除了防空和轰炸岛屿 战略舰很多时候 就是跟着像打酱油一样 对吧 网络上你能查到的答案 也是这样的 第一条 防空支援 能提供什么防空支援吗 那可能战争中后期 美国战略舰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你不能拿美国的例子 来解释整个二战吧 比如中途岛海战中 日本这里南云舰队里的 误导号真名号 也没打下来几架飞机啊 日本这里防空横看数看 都主要靠飞机 那这几艘战舰 跟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二 是防范可能来袭的水面舰艇攻击 这个很多人就觉得更离谱了 航母的攻击范围比战略舰和巡洋舰远那么多 航速也差不多 甚至比大部分战略舰要快 那如果不是天气不好 刚好撞着了 侦查到位的话 怎么可能被战略舰 巡洋舰追上 然后击沉呢 又不会天上砸一艘战略舰下来 对不对 诶 那这怎么回事呢 好 星宇 我会用理想化棋盘推演的方式 来为大家解答 我们假设有A和B两支舰队 A舰队的配置是这样的 三艘航母 两艘高速战略舰 两艘重巡 以及其他的轻巡和驱逐舰 另一支B舰队 全都一样 只是少了两艘高速战略舰 然后这当中 所有舰艇的作战能力 参数舰载机数量是一样的 我们就用这种理想化推演的方式 来看一看 在主力舰上面 更有优势的一方 会获得战术上的哪些优势 我们来快速看一下规则 我们这个棋盘上 一个回合是一个小时 一格子是15海里 所以战舰一回合走两个格子 飞机是一回合走十个格子 战略舰的火炮打击范围 是半径为一个格子长度的一个圆 我也标在图上了 参考数据来源也有解释 接下来 飞机攻击半径 我们也平均一下 美国和日本中途岛战役中的数据 取一个中间的整数值200海里 最后我们让A和B相距12个格子 所以从A到B是13个格子的距离 也就是195海里 这样推演一开始 假设他们互相完成了侦察索敌 AB航母就都进入了彼此的打击范围了 这里我介绍的比较快 所以如果你对规则和数值还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暂停看一下这些参考信息 第一场我们默认AB舰队的攻击目标 全是对方的航母 在推演里 不会第一刻就看出战略舰的重要价值 不过如果随着推演的进行 你突然感觉到 哦 我误到了 可以在弹幕里面抓一下感叹号 骑士回合 双方都完成了锁敌 开始准备放飞一波次的飞机来轰炸对方 但是A舰队司令 就我吧 星雨吧 比较果敢 紧急又派出了两艘战略舰和少量驱逐舰抽了出来 让他们执行一个向B进攻的全速突进任务 到了第一回合 双方一波次的飞机已经在路上了 然后开始准备下一波次的飞机了 因为航母的作战范围 我们是按200海里定的 而A到B相距13个格子195海里 所以这里攻击距离会非常极限 在放飞了飞机之后 双方的航母就不能再往远处开了 然后星雨派出的战略舰突进分队已经往B的方向走了两格 这个时候B的飞机在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刻发现了战略舰舰队 然后飞机指挥官往下一看 啊 战略舰都什么时代了老古董了 除了皮后没有用 还是炸航母更具价值 于是不理他就走了 无视了战略舰 继续炸航母 我们现在分析一下 相对于A来说 B舰队已经开始陷入了一种莫名的被动中 之前我们说了 因为攻击距离差不多到了双方舰队的极限 所以B不能再往远处开了 他过一会儿还要收飞机 对不对 所以这半圈他没办法动 但同时他又不能往近处开了 因为他的飞机发现了一支快速舰队正在靠近自己 因此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附近游艺准备第二波次的飞机 接下来第二回合 战略舰的位置首先发生了变化 现在屏幕里的是双方一波次都炸完后正在返程的飞机 这波轰炸让双方都损失掉了一艘航空母舰 同时第二波次的飞机也终于在经过了整备和敌方空袭之后放飞上路了 第三回合 两支舰队二波次的飞机都在敌方上空轰炸着 看一下战略舰的位置 两艘战略舰又近了 下回合化学反应开始 第四回合 还是先看一下战略舰舰队的位置 大概还有两个小时就可以火力覆盖B舰队了 屏幕里现在的这波飞机是轰炸完正在返航的第二波次飞机 他们的这轮轰炸让A和B分别有一艘航空母舰被击伤 且航母的航速降到了15节 现在的情况是第二波次飞机已经快要回来了 AB舰队现在也基本完成了三波次飞机的整备 但是B这里一算不对头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现在放飞第三波飞机 那还得等飞机回来对不对 也就是又要等两个多小时 那会儿几方舰队龙骨都被战略舰阳了 怎么办呢 跑 头疼啊又不能立刻跑 因为还有一波飞机在天上 待会儿还要等他们降落 时间有些紧张了 怎么办呢 最后B司令官决定不放飞第三波次了 他现在的任务是尽快完成飞机回收 然后开始撤退 好 反观A这里 简单轻松吧 一点包袱没有吧 把第三波次放了出去 并且开始准备收回之前轰炸完B的二波次 舰队司令星宇 推测到B舰队应该快要撤了 所以也开始全速前进了 五回合 A的战略舰又接近了一些 航母因为之前要等快没油的飞机回来 再完成接收 接收结束以后才开始转向 所以这回合移动的不多 再加上 还记得有艘航母只能跑15节了吗 之后他又被第三波次的飞机给盯上了 蓝方也就是A舰队的飞机 本来很担心航程 但是在得知 己方的A舰队已经在全速靠近了 没有航程的困扰了 可以大胆攻击了 最终将这另一艘航母击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战损 A这里一艘航母沉没 一艘航母受伤 回去修一修 还是好汉 B这里两艘航母沉没 而且因为担心A的战略舰靠近 以后会缴获它 所以哪怕第三波次飞机没有炸它 最后在撤退时 这艘受伤的航母也必须要被友方处决击沉 尽管在作战中战略舰一艘军舰也没击沉 一炮也没开 人头还是航母舰在机的 但是它们的存在 让这个战斗对B来说变成了一种 生存空间 战斗空间 战术选择 不断被压迫的战斗 最终也导致了自己损失翻倍 有应对的解决方案吗 我们来快速看一下第二场 这一场更接近实战 就是B的航母在战斗中 发现了敌军的高速战舰正在试图接近自己 然后开始很注意保持距离 同时优先进攻战略舰 等于远距离风筝战略舰 第一回合和前面类似 B的一波次飞机 在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刻发现了战略舰 报告了它的位置 但是这一次是决定优先轰炸战略舰 B这里得到了战略舰舰队 在靠近的消息之后 开始转向远离 但是因为这是第一个小时 最后一刻才知道的消息 所以实际上也没移动多少距离 就在接下来第二回合的一开始 就又进入了A飞机的视野范围 第二个回合 也就是第二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首先是三艘航母对战略舰舰队一顿炸 我们就先不管三艘航母的飞机 能不能击沉一艘防护更强 且在机动状态的战略舰 事实上很难 但我们就假设B今天飞行员发挥特别好 把一艘给炸沉了吧 同时A也在这一个小时 刚开始击沉了 已经在往远处行驶 但是没有开太远的B舰队的一艘航空母舰 炸完后开始返程 然后因为只剩一艘占领舰了 A舰队星鱼就让他们放弃了向B突进的任务 自己的本舰队开始靠拢与他们会合 这么做是因为取消了突进任务 可以快速的整编重编 另外也是因为之前自己的飞机是在轰炸 正在往远处移动的敌方舰艇 考虑到攻击范围非常极限 所以接近他们一些可以让他们平安降落 不至于坠海 好 这一刻看一下战损 我方损失一艘战略舰 敌方损失一艘航母 而且那一艘战略舰 我已经说了 其实事实上很难击沉 那如果双方继续这么打 A方就已经有巨大优势了 对不对 我们总结一下 如果在两支航母特混舰队里 一方有更大吨位数量更多的战略舰 那这一方会获得更多的战术选择 一种情况是 你可以选择像我们之前模拟的一样 把自己的航母和水面舰艇分开行动 这期间敌人会非常被动 炸战略舰就等于是 倾泻了一轮火力在战略舰 可是别人还可以照常打你的航母 等于在航母对决中轮空了一轮 你不管它吧 它会不断压缩时间 压缩你的战术选择和生存空间 还有一种情况更简单一些 我就不模拟了 就是战略舰就跟着航母抱团 它们就可以选择 不断往敌军的方向接近 因为理想状态下 A和B就会在这个过程中 承受差不多的伤害 互相换航母 尽管最后双方的战损差不多 但是因为我有主力舰上的优势 你还是不得不撤 那最后A还是会实现 对一个海域的完全控制 获得胜利 那如何应对呢 非常简单 那就是你也装备吨位足够 且航速较快的主力舰 它派主力舰开始突进 你就也派主力舰去拦截 后面航母就可以该干嘛干嘛 最起码不会因为这只主力舰 直接影响你航母收放攻击的节奏 和战术选择 然后双方再一合计 你也有主力舰 我也有主力舰 我让主力舰突进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所以跟着呗 但是就因为这些主力舰跟着航母 实际上是把敌人使用这种战术 和压缩我战术选择的可能性给打没了 因此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第二条 防范可能来袭的敌人水面舰艇的攻击 是不是明白了 战略舰重型巡洋舰做到了吗 做到了 他们摆在那跟着开 一炮没开 就拿掉了敌方 用水面舰艇突进的选择 防范了可能到来的来袭 那又因为最终呈现的结果是跟着开 加上他们的吨位更大 可以负载的设备和火力点更多 所以就还加上一条可以提供防空支援 综上所述大家理解南云了吗 先看战斗最开始的时候 他选择不断接近美军舰队这个事 这个原因很多 最重要的还是情报问题 但是我也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路 远离敌人航母向西撤退 的确很难成为他的选项 因为这个就类似于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抱团靠近 哪怕双方在这个过程中换航母 我也必胜因为知道你没有战略舰 那加赫号赤城号苍龙号沉了以后 为什么还要组织水面舰艇突进呢 因为根据当时日本人的情报 飞龙号击沉了一艘美军航母 后来又击沉了一艘 大家航母数量一样了 是不是我们模拟的第一种情况呢 我方战略舰开始靠近你 我就可以客观上压缩你的生存空间和战术选择 你最后不得不退 而且和模拟里的不同 现实里面美军的航母攻击范围 是要比日军的攻击范围要小的 我的攻击范围更大 你又得往后退 到最后还是你得挨我的打 只不过只不过 我们的假设模拟中 两队航母都是在极限距离发动攻击的 可是历史里 美国航母和日本航母双方距离要近很多 哪怕美方退后也还能攻击到飞龙号 另外我们假设中双方的兵力是一样的 可是南云和山口它只是自认为是一样的 实际上航母是一比二对吧 正是这种实力差最终导致了飞龙号的沉没 而飞龙号沉没才是压倒日本整支舰队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说的是主观论断还是有支撑的 我们来看实时 山本五十六在当天的下午 飞龙号还未被击沉时 他频繁的开始调整部署 怎么部署呢 其中最重要的也比较早能实现的 就是他让靖腾杏竹 快速北上与南云侧应 接近美国舰队与其夜战 在下午 飞龙号报告击沉了两艘敌人航母以后 据战后参谋长草鹿回忆 他信心倍增 一方面是他觉得战力平衡了 同时自己有两支强大的水上力量 正在接近敌方舰队 按这个走势 现在也可以说是基于我们之前的模拟 他最起码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 17点05分 山口多文报告 飞龙号大破 第一航空战队详细记载了这段 这时候南云做出判断 在这样的情况下 水上战斗会变得困难了 随后夜幕降临 草鹿才说了那句话 万事可以休矣 没有雷达 驱逐舰也很少 对没有希望的夜战抱着一丝希望 漫无目的地跑来跑去 他的这个意思是说 此刻夜战没有希望了 不是说夜战一直都没有希望 飞龙号没成的时候 他还信心满满呢 再之后 6月5日0点15分 山本最终下令 南云舰队终止夜战 中途岛战役的主轴 才在这一刻落下了帷幕 不知道大家通过 我这么一段介绍推演 有没有对日军损失 三艘航母之后的故事 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 因为我从自己的认识出发 也有一段时间很难理解 为什么航母舰队 要配这些高速的主力舰呢 原本我真的以为就是防空 所以看南云和山本的命令 主力舰突进是很难理解的 觉得这在想什么呢 我也觉得是天方夜谭 我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有人说 因为山口多文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拼了 有人说 山本是在坐着用战略舰 击沉航母的迷梦 你看 大舰巨炮主义的影响挥之不去吧 什么叫作战 是有体系的 是各舰种有协同的 协同不是说航母放飞机 战略舰防空这么简单 哪个舰种更重要 也不是光靠比参数能比出来的 比战绩就能衡量的 光比攻击半径 美日航母的攻击范围 十倍于自家的战略舰不止 那这就能得到一个结论 造战略舰是浪费了吗 所以南云和山本下了战略舰挺进 或者夜战的命令 是他们在做梦了吗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再用这个模拟和大家介绍一下 山本为什么要分兵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抱团推进的版本 也就是合兵不分兵的版本 左边红色的是日军 右边蓝色的是美军 日军是有水面舰艇优势的 那美方只能且打且退 那如果中间放一个岛 这个就是中途岛 不是肯定能控制这儿 肯定能赢吗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的假设双方都有三艘航母 但实际上 日方现在算上笋鹰龙香锐凤 再加上凤翔吧 等于有八艘航母 那这种一边倒情况下 美方舰队就很有可能直接不来了 抱团A上去 的确你能攻占中途岛 但问题是山本心目中的营 从头到尾都是全歼美军航母 不是攻占这座岛 所以中途岛战役结束之后的六月五日 如果山本真的想占领中途岛 实际上他是能做到的 但是他还是放弃了 因此山本这个分兵 我的理解其实不是严格的犯了兵家大忌 因为兵家大忌是战斗打响时 彼此支援不了 但是山本这个计划里面 登陆和美军航母作战的时间 应该是N日级以后 对不对 可是历史上中途岛战役爆发的时间 提前到了N-3这一天 如果真的按照计划来了 到了N日 靖腾杏竹其实离南云不远 那就不是分兵了 所以总结一下 山本的方案严格来说叫做 先分兵行进 后和兵决战 但是因为美军有情报优势 趁你还没和兵的时候 破坏了你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所以让日军和兵也无法决战了 所以我们不能说中途岛战役 日军的失败的原因是 山本用了一个分兵的作战规划 而是美军在趁你和兵之前 选择了最佳的作战时机 尼米兹他在战后有说过这么一句话 如果日军把多少多少的兵力 集合在一起 那即使再幸运 我们也赢不了 但其实如果日军真的是那样抱团 集中在一起的话 尼米兹他很有可能就选择不出战了 最后是战后日本人自己所做的战训总结 或者说是中途岛的战败总结 这个内容我为大家总结了三个视角 一个是中途岛海战后 由联合舰队参谋长于袁禅 在战役结束后非常短的时间 就提交了一份报告 第二个是参战部队直接汇总的 有关作战的指挥武器 以及其他的相关战术层面的总结 第三个视角是1971年 还没成为防卫省的日本防卫厅 在战后集合美日双方材料 所做的日本官方的一个总结 第一个参谋长与袁禅的战败原因汇总 是在6月8日 也就是战败之后三天就完成了 原因一共有五个 第一个怀疑敌方对我方企图有了解 二敌情侦察不充分 三在航母作战的空荡期 突然出现了大兵力的敌方部队 四航母集中使用 五兵力不足 其中第四点也是很多朋友留言问我的 航母集中在一起不是很容易被人一锅端了吗 那南云不知道吗 但是其实这点是不大站得住脚的 因为语言的这个总结是战役结束后三天 仅靠日军单方面消息做的一个汇总 而日本战后最权威的1971年所做的那份报告 就只字未提航母集中使用这个事了 说明在经过了整个二战的航母作战过程 及汇总了美方的信息以后 日本人觉得航母集中使用 并不是导致惨败的主因了 我们事后回想一下 虽然说日本航母是被一锅端了 拿语言禅的话来说就是航母像团子一样挤在一起 但是如果不是这个团子 组织起了四艘航母的护航战斗机 很有可能中途岛的飞机可以轻而易举的突防 那哪还有后面大半天的事呢 随后的第五点兵力不足 语言抓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阐述 因为实际上中途岛作战计划 是在珊瑚海海战之前就提出的 珊瑚海海战中受损的第五航空战队 也就是祥赫瑞赫的缺席 居然没有让这个计划做出一点修改 司令部是难逃其咎的 我觉得总结的很到位 我们回忆一下 4月1日山本提交作战方案 之后被军令部给否了 杜利特空袭之后 加上他自己以辞职来要挟 终于通过了 5月初珊瑚海海战 如果按照原计划 五航战注定缺席 可是计划没变 再之后 草卢龙之界因为战备不足 机动舰队炸倒 炸航母目标不清楚 反对作战 靖腾杏竹 因为想不通中途岛占领以后 要怎么补给 还有就是觉得切断美澳联系 更有价值 因而反对作战 最后山口多文 他比较特殊 他是觉得攻击美国西海岸 比较有价值 因而不赞同中途岛作战 这三个人是谁呢 南云一般不表态 所以先不管他 可是这三个人 就是参战的两个 最重要方向上的 一二三把手啊 可是不行 山本说 再反对就离间 然后语元禅自己 做了个模拟 中间输了 就改规则 大家知道这个兵棋推演 他做了多长时间吗 后来我翻到说 其实一共就做了三天 我好惭愧啊 比我做这期视频都快 然后二百艘联合舰队的 全部家当就开出去了 你说不是联合舰队 参谋部的责任 是谁的责任呢 当然那会儿语元禅 他还是参谋长 山本还是司令 你日本人那种说话 拐弯抹角的感觉 会直接批评山本本人吗 应该不会 这个报告里面提到 山本就是四号五号 拉肚子这个事 剩下来的词呢 就全部都是司令部的问题 或者是黑岛参谋的问题 就没有把这个责任 直接给山本 战术向的呢 内容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细 这当中提到的最多的 最高频的日军存在的战术问题 第一个是航空所敌和侦察问题 整个机动舰队太过重视进攻了 侦察所敌上做的远远不够 结合这一条 我来揭晓两个大家所熟知的 中途导战役中 导致严重后果的侦察失误 背后的真相吧 第一个大家记得我上期提到 日军有七艘潜艇计划前往珍珠港侦察 可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安时到达这个事吗 这个事情1967年参加中途岛战役的 驻魔号舰长古村表示 其实是因为命令中给潜艇的目的地印错了 最终导致潜艇前往了错误地点 也就无法正常侦察了 后来联合舰队对这个事情是极力隐瞒的 但是他最后是从山本的参谋那里 知道了这个事情 第二个是我们上期提到的 最终发现美国舰队的利根4号 因为利根号弹射器有问题 所以晚出发了半个小时 间接导致晚发现美国舰队半小时 这个事情看似巧合 其实原因非常复杂 据军令部参谋 弓其勇的调查 利根号巡洋舰上经常出现水兵排列整齐 然后用棍子打屁股的这种体罚情况 所以舰上的士兵士气一直非常低 负责保证弹射器正常运行的船员 发现问题以后就选择了不作为 没有行动 白烂了属于 但是了解旧日本海军情况的人应该知道 这个棍子打屁股实际上在那个时期经常发生 所以这个事是必然呢 还是巧合呢 大家可以自己说说看 然后是第二个大问题 就是航空兵的指挥问题 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点 也是大家提问比较多的一点 是要在战时灵活分配 不能让多艘航母在同一时期 全部在起飞飞机或降落飞机 可以根据机种的不同 而不是单纯以航母为单位来分配起降 这个报告也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案 就是在多艘航母编队的时候 可以单独让一艘航母专门负责 护卫舰队的战斗机起降任务 这样不至于在接收或者是放飞飞机的同时 影响到战斗机的补给和战斗 我看到很多朋友有问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南云不能安排两艘航母专门起 两艘航母专门降呢 这不就不用纠结了吗 甚至以此判断南云就是一个 不会变通的死脑筋等等 其实这份报告是给了大家答案 那就是中途岛战前 其实没有类似的训练和大规模这么实操过 所以南云当时压根就没这个选项 中途岛的教训才让日本海军认识到了 这么做的可操作性和重要性 我觉得因为这个就批评南云大可不必 一个指挥官怎么可能在实战中 就直接大规模运用 没有足够训练和实操的战术呢 他对航母的舰桥上的后勤人员 飞行员都有很高的要求 这个是需要训练的 邓尼茨的狼群战术是战前就有成熟演训的 古德里安的闪电站的战法 也不是坦克在阿登森林面前 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对不对 成熟的指挥官不仅要对自己负责 也要对战局负责 更要对自己的部队负责 就算是南云或者是草鹿 他们当时想到了这个方法 但是你能确保中层的军官 以及基层的士兵全部都能适应 并且把这个执行好吗 很有可能在航母的甲板上 或者机库里面又会制造混乱 另外我觉得在讨论作战这里面 这个报告里面对航母的作战 有一部分写得非常好 大概意思是说 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 对美国的作战规划 都是以战舰为核心 决战派的思路来做的 现在过了这么久 航空兵及航母 作为一种全新的武器 它们的作用足以左右战局 然而对这种新的武器的使用 认识和训练是远远不够的 一定要所有的院校军队 通过实践训练和研究反复论证和总结出一套更好的战法 很精辟啊 我们可不可以拿后世之后对航空母舰这么多年的认识 来评价南云战时那几个小时的做法呢 的确不行吧 航母很多作战方法和经验基础 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美日英三国在二战中的探索和经历 中途岛海战是世界上第二场大规模的航母对决 南云它咋就满肚子紧囊妙计了呢 还有很多人批评它是水面舰艇出身 不懂航母作战等等 但我觉得水面舰艇出身怎么了 不足以说明它无法指挥航母舰队啊 最好的例子 美国治理斯普鲁文斯水面舰艇出身 米米兹潜艇部队出身 同样可以做好指挥啊 第三个问题是防空问题及损管问题 这里非常有意思 让我们看看日本的将领是怎么吐槽自己的装备的 这里面呢 首先提到的最重要的是侦察机 以及所有的侦察设备对于战斗机的引导等等 但是我最想说的是这个舰队防空和损管 我上期视频里面有提到赤诚号被一发高爆弹命中 结果报销了这个事情 说明它的设计改装损管等等存在致命缺陷 好多人和我杠 说赤诚号被命中和防空没关系 那个时候防空大家都很差 我在以无中生有的思路在思考问题 另外损管 当时赤诚号加贺号 瘫痪的最大问题是换装乱做一团 诱发了连续的爆炸 换哪个国家损管都做不到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联合舰队参谋长 语言禅来就这个问题表达他的看法吧 如果说赤诚号加贺号苍龙号被击中时 是由于舱内状况很恶劣 高爆弹命中导致了一系列损管上的问题的话 那么飞龙号被命中时 舱内飞机非常少 损管同样一塌糊涂是怎么回事呢 舰船防空部分 介于中途岛战役中 昭和防空 十防九空 甚至这会儿可能是十防十空的情况 南云表达了 他对未来作战强烈的不安 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通过训练 五倍升级等方式提高航空母舰 战略舰 巡洋舰 驱逐舰的防空火力 尤其是对高脚炮的设计角度和数量 直接按照不同舰种提出了具体的最低要求 这些设计在云龙级航母上 以及未来对战略舰的改装升级上都有体现 这个是他们自己做的总结 是参加这场战役当中的将领他们自己所做的反馈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为赤城号鸣不平呢 新宇认为作战和历史中就是有巧合的 但是军队是职业化的军人的团队 尤其是海军这样一个技术兵种 他不是像你我一样 这次粗心了没考好 或者是后面有人在玩笔 所以这次英语听力分就低了 巧合有可能有利于你 也有可能有害于你 那有利于你的巧合 军队要扩大这种巧合的效果以及可能性 比如说出了一个王牌飞行员 这个是巧合 那就让他去分享经验 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王牌 对不对 有害于你的巧合 比如说就是在这个美军轰炸的时候 机库里面一团糟 如果负点责任 请用体系训练制度团队解决问题 避免巧合 接下来是战后1971年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 在这个战史丛书最后一部分 所做的概括性的战败原因总结 我们来看看日本官方有没有总结出一些 我们没想到的东西 原因第一点 情报战失利 比如说作战意图暴露 敌情判断错误 也就是说到底有多少艘美国航母参战 打起来了都不清楚 还有就是非常特别 我从来没有听过 文章指责山本以总指挥身份亲自参战 但又因为无线电静默 导致他无法对各个方面发号施令 所以让整个联合舰队陷入了一种 没有总指挥的尴尬状态 本来情报就没多少 自己还选择性消失了 那不败就怪了 接下来第二大点是 作战计划考虑不足 比如说对自己的战力过度自信 作战计划里面没有进一步的预案可供选择 第三大点是航空作战问题 里面有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舰船的防空设备 飞机装备 过度偏重进攻等等问题 第四是作战研究 战术对策制定不足 也就是指的作战中的飞机攻防战术等等 这类似的问题 最后说到这里 我们就把日军这方面所有的信息全部树立完毕了 最后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吧 日军这里大家以为战败的第一责任人是谁呢 我的答案非常明确 山本五十六 名义上是 实际上也是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里只是在讨论中途岛战役战败的责任 没说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的责任 这是两个问题 说实话 日本官方防卫厅战后所做的这个总结 前面两个大问题不就等于报山本的名字吗 还有如果你一定要质问我 换了谁 谁能比山本做得更好吗 我不知道 如果你坚持这么想的话 其实你可以写一封信 我呢帮你翻译 寄给日本防卫厅 哦不 现在的日本防卫省 问问他们的态度 干嘛这么行 我其实也很好奇 他们会怎么回 为了加强大家的代入感 以及避免上帝视角 我也将全程模拟 整个战役过程中 美军单方面得到的战报和信息 帮助大家以第一人称视角重新审视 美军在这场战役中 自上到下的所有决策 看看很多人眼里 已经破译了日军密码的美军 是否可以必胜 大家还记得美国陆军 麦克阿瑟 太平洋舰队对于日军下一步行动 有不同的猜测这个信息吗 陆军推测日本人会攻击美国西海岸 麦克阿瑟认为日军会继续进攻南太平洋 尼米兹则坚信 日军下一步目标就是中途岛 这里有一个信息 我当时没有表 那就是尼米兹他能代表整个美国海军吗 不能啊 尼米兹他只是太平洋舰队司令 他是有上司的 他的上司是美国海军总司令 作战部部长约瑟夫金 这个人呢 在我国名气其实不如尼米兹 甚至不如哈尔西或者斯普鲁文斯 但是其实他才是一等一的大佬 理论上尼米兹做什么事情是要通过他的 另外我们在介绍美国所制定的对日作战计划 橙色作战计划的时候 提到过长时间战主岛的突进派 也就是主张美国人要在太平洋方向上 寻求快速决战反攻的那派 代表人物就是这个约瑟夫金 这埋下了一个什么伏笔呢 看看现在的地图 约瑟夫金始终想在太平洋上有所作为 早日发动一定规模的反攻 那当下美国人正在筹建的反攻基地在哪 澳大利亚 所以美国海军需要维持美澳联系这个事情 在海军的最高层 也就是比尼米兹还要高一层的人眼里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日本接下来主攻方向的问题上 约瑟夫金也就是尼米兹的上司 他的意见是站在迈克阿瑟这里的 他甚至要求尼米兹把人能战斗的企业号和大黄蜂号 部署在南太平洋 那尼米兹又坚信 日军接下来最大的动作在中途岛 想要把航母调回夏威夷方向 怎么办呢 这里就没办法给大家选择题了 变成了个简答题 现在尼米兹面临的问题是 航母还在南太平洋 且自己的上司并不认为日军接下来要去中途岛 还要求你把航母继续布置在南太平洋 唤了各位 你会怎么做呢 尼米兹的办法 是让哈尔西八辆艘航母的位置 暴露给南太平洋方向上的日军 这样首先可以让日本人觉得自己没发现 山本即将要进攻中太平洋 同时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求 美国航母先暂停在南太平洋的部署 回到较为安全的珍珠港 也就是他即将坚信要发生大战的中太平洋方向 胆子是真大呀 咱们先不说航母暴露给日本人这个风险 但就做这个事情的过程 如果不是中途岛海战结果赢了 尼米兹他闭上军事法庭 当然了 我觉得尼米兹他应该很了解哈尔西 因为哈尔西也是著名的胆子大 还就听了 5月17日 哈尔西舰队的位置被日军发现 然后尼米兹就拿着截获的日军电文 以我方航母已经被日军发现为由 取消了把航母部署在南太平洋的任务 把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调回了夏威夷 与此同时又导演了一出中途岛缺淡水 AF缺淡水的事情 最终说服了约瑟夫金 一高人胆大吧 还没完 现在接上了我们美军视角第一期视频的内容了 我们详细介绍了尼米兹获得的日军情报以及他的部署 针对日军将主力缤纷四路的行进计划 尼米兹决定瞄准南云中一的方向 将自己的三艘航母部署在中途岛东北部 并且东拼西凑在中途岛上凑出了127架各式飞机 根据他的计算在这个方向上自己拥有共360架作战飞机 兵力上并不处于下风 且又因为自己属于以疫待劳 完全可能给日军当头一棒 但就像我节目刚开始说的一样 我们反过来想 尼米兹的这个部署难道不也是在赌吗 对 现在能确定日军要来中途岛了 但是就一定是按照这个计划 兵分四路这样布置兵力打的吗 尼米兹的这个计划是基于情报部门所破译的 精准的日军作战计划 而做的一个精准的应对之策 对比一下日军的作战计划 假设前提是美军航母在珍珠港 尼米兹的计划也存在假设前提 他的假设前提就是日军就是这么打的 并且日军要在接下来一周里 对此计划毫无修改 最后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 以对的兵力首先攻击对的目标 这个要求低吗 首先这个情报有没有可能是假的 或者部分是假的 这个我们提到过 负责任的说完全有可能 这个是当时美国海军的作战部 以及太平洋司令部最担心的一个事情 一般来说重要的作战命令 不会这么频繁的发电报 结合下珍珠港袭击之前 日本的大本营也和远在华盛顿的 日本河潭代表交流密切 结果是有帮珍珠港袭击 瞒天过海的嫌疑的 现在日军这边AF来AF去 当然有可能有诈了 有一种可能就是告诉你 我要来中途岛最后跑其他地方去了 比如再打一次摩尔兹壁港 其次对于山本56来说 大家觉得他最怕的是什么情况呢 是担心自己迎面会碰到美军航母吗 其实我们打开上帝视野就知道 当时日本海军自上到下 清一色的最担心的是美国会按兵不动 或者部署主力在南太平洋放弃中途岛 导致最后联合舰队加满了油 铺了个空 所以对应的也有一种可能是 日本人故意造了这个假情报 其实只是想把美国航母从南太平洋引过来 然后从珍珠港引出来呢 又或者这个情报其实部分真部分假 什么意思呢 的确他们要来中途岛 可是哪有把机动舰队布置到 离自己主力舰队如此之远的位置的 这支舰队越看越像是在宣布 来打我呀 我周围没有能支援的舰队 太像个诱饵了不是吗 然后当天我方航母进攻了 可能只是摧毁了这个方向上的一支宜兵 随后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然后被日军歼灭了呢 通俗一点 越看这个作战规划图 越觉得山本这里是个鱼竿 然后南云是鱼线和鱼钩不是吗 我说的这几种可能不是我自个脑补的 我们在之后弗莱彻和斯普鲁文斯对于飞机的指挥安排上 还能明显看出这样类似的顾虑 所以我们这一条暂且先埋一下 接下来我们顺着尼米兹的思路 进一步假设这个情报就是百分之百 完全对的吧 然后呢 从确定计划的此刻到6月4号预计交战的日子 还有一周的时间 日军在这近一周时间里面 不会对这个计划做出分毫修改吗 哇 这真的是尼米兹的豪赌啊 一周时间能发生多少事情啊 双方上百艘舰船 上百架飞机 海面下还有那么多潜艇 然后在洋面上开一周会发生多少事情呢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 多少未知因素有可能让山本改变主意呢 首先 山本拥有对珍珠港的远程侦察能力 这一点美军是知道的 日军的远程侦察机 有可能在战役发生之前侦察珍珠港 发现航母已经离开了珍珠港 那就算日军没有发现航母的具体位置 但他们最起码会告知山本 美军航母不在港内 山本就有可能对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确定的时间 地点兵力攻击目标进行调整 这个时候 几方航母已经出海了 那他们的命运可就真难说了 日军这么做了吗 是的 我们在分析日军视角时提到过这个计划 这个行动是日海军一个称为K号作战的一部分 一架川西式大艇被派往珍珠港侦察 这当中会在一个约定的地点由潜艇补给加油 随后继续飞向珍珠港进行侦察 可是最后约定地点停着美军舰艇 所以无法进行加油补给 导致这个侦察计划流产了 当时有很多弹幕就猜测美军是不是故意的 现在我们可以公布答案了 的确是的 在5月27日至30日 美军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约定地点 法国护卫舰潜滩附近有日军潜艇的活动 也因为日本人从3月份开始就执行过类似的计划 所以美军索性就在那里常态化的部署了几艘舰艇 最终导致川西式大艇 这会无法继续进行珍珠港的侦察了 大艇侦察珍珠港 这条客观上来看的确可行性不高 但是尼米兹要怎么应对日本人潜艇的行动呢 客观上来说 无论日本潜艇是否会直接攻击 这些潜艇只要看见美国舰队的一个影子 立刻第一时间就会把消息告诉山本 那几方航母弹劾弹伏击日本航母呢 自己恐怕也成了带载羔羊 日本当时可是拥有规模巨大 且性能优秀训练有素的潜艇部队的 这样大的行动他们不可能会按兵不动 好比我们前面说的那个K号作战 从三月开始 美国人就知道中太平洋地区部署有相当数量的日本潜艇 在执行着各种任务 按照尼米兹的部署 美方的航母需要航行几天到达预定的伏击位置 然后停在那附近挡南云过来 这过程中难道航母是隐身的吗 不是吧 尼米兹本身它是潜艇部队出身的 考虑敌方部署时不可能没有考虑到日军潜艇这个重要因素 这应该是我在整场战役中最无解的一个地方了 因为我翻遍了材料 也没有找到任何尼米兹对这场战役中 日军潜艇的判断和评估 而这个事情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看一下中途导战役这个时候 尼米兹手上的可是当时太平洋上美军的最后夹当了 三艘航母 一些护航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全在这 那一旦被这些潜艇发现 计划也就泡汤了 当然战后的今天 我们可以说日本人的潜艇作战是有很多问题的 效率也很低 战后美国人对比了双方信息和日本潜艇的情况 才总结出了日本潜艇作战的种种漏洞 还是这个问题 现在是1942年 仗才开始打了半年 账面上看 日本人潜艇部队非常强大 谁敢拿自己所有的家当来做这个决断 说日军潜艇不会有什么作为 自己舰队碰不到日本的潜艇呢 尼米兹究竟是也堵了一把 自己不会被提前发现 还是出自于自己对于日本人的了解 判断潜艇这个要素 不会很重要 同时自己能在当天先于日本航母完成索敌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大家有找到类似的资料 或者尼米兹战后他针对这块所做的评论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我个人的想法呢 是前者 就是尼米兹他也堵了一把 或者说他愿意冒这个风险 为什么呢 我总结了一下尼米兹在开战之后 到中途岛战役的这段时间 他主要的对水面舰艇的部署就一目了然了 珍珠港袭击之后 我们传统认知是 美国太平洋舰队除了几艘航母 基本上被全舰了 随后 1942年1月31日 尼米兹居然派企业号约克成号 去空袭了驻有岸基航空兵 以及日本海军第四舰队的马绍尔群岛 和吉尔伯特群岛 4月18日 企业号大黄蜂号空袭了日本本土 当然这个事情不是尼米兹完全能决定的 算是美军高层或者说 罗斯福受益的冒险 这场冒险才结束 企业号刚返回珍珠港 立马又被派去了珊瑚海 虽然最后企业号和大黄蜂号 姗姗来迟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海军为了保护默尔兹比港和美奥联系 其实是在这个方向 欧应了自己当时能够动用的全部力量 再结合一下我们之前提到的 尼米兹和哈尔西一起耍了一个 故意暴露自己的把戏 以及中突岛战后 约瑟夫金 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一起提议 打破彩虹五号 那个先欧后亚的总体规划 开始事实适当反攻了 我们就可以看出 尼米兹是一个在自身实力处于极大劣势之下 依然保持积极果敢 在宝贵的战机面前愿意冒险的指挥官 好的 此时此刻我们完成了一件事 就是我完整地向各位展现了 美国海军破译了日本情报之后 也在完成了中途岛的作战部署之后 自身仍可能面对的各种风险 现在大家觉得 尼米兹破译了情报以后很稳吗 踏实吗 胜券在握吗 一直以来很多人很忽视 美军在这场战役中的决策 就是因为把战役结果 和情报胜利直接挂钩 忽视了情报存在部分虚假 或者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随之也就忽视了美军这里 战前这么紧张且重要的盘算 现在明确了这些不确定和风险之后 我们可以把指挥交界棒往后交了 执行尼米兹计划的前线最高指挥官 是坐镇约克成号的17特混舰队司令 弗莱彻 在这场战役中 他将统一指挥17和16特混舰队的三艘航母 16特混舰队的司令 是战前经过换皮疹的哈尔西的推荐 初出茅庐的斯普伦斯 6月3日9点左右 来自中途岛机场的一架侦察机 发现了一些日军舰船 随后发报 发现了敌军主力 这条信息非常关键 但其实也很模糊 首先只要没在中途岛附近 发现日舰 之前求证的什么AF式中途岛 这种信息就都可能是错的 或者就是日军故意伪造的 所以直到这一刻确实发现了日舰 以及他们的航向 才算是真正实锤了 日军是真的要来中途岛了 没有白部署 情报也一定是部分可靠的了 可是大家看看这个信息 敌军主力 这条其实是和情报上面有区别的 情报所视这个方向 应该只是运输舰队 所以弗莱彻他当时就准确的判断 应该是侦察机确认舰种的过程有问题 这个地方应该只是运输舰队 谈不上是敌军的主力 而真正的主力快要出现了 于是他下令 当晚舰队转向西南 尽量接近日本航母可能出现的位置 同时明早一开始 就要进行大规模的侦察和锁地任务 第二天四点半开始 也就是日军南云放飞第一波次飞机 前往轰炸中途岛的时候 美军这里便从两支航母特混舰队 以及中途岛两个大方向上 放飞了31架飞机用以侦察 对比一下日军这里的侦察只有7架飞机 感觉差距太大了不是吗 为什么美军派这么多飞机侦察呢 一方面是为了核实情报的真伪 还有一方面是 美军通过战前的演讯得知 航母对战最重要的因素 是谁的侦察能力更强 或者说是谁能率先完成锁地 肯定会有很多人内心觉得 部队对垒 侦察更强 有巨大优势 这句话不用说也知道 其实不是的 咱们举个例子 两艘战略舰 一艘是意大利的战略舰 一艘是英国的战略舰 历史上意大利的战略舰是著名的侠 我们现在就假设它完全没发现英国人 自己却在很远的位置就被英国人发现了 然后等自己进入英国人的射程的时候 英国人率先开炮了 战略舰的火炮进入教设阶段 没打中 这一刻哪怕意大利人是瞎子 他也不聋啊 夸张一点 有经验的水兵靠听 都能把英舰的位置听个大概 随后就可以还击了 而且战略舰防御力很高 对轰除了个别例子之外 没有那么快分出胜负的 所以这个侦察优势到最后的体现 很有可能就是拿了个先手 多教设了几轮这样 可是航母不一样 敌方航母未发现我方 可是我方航母发现了敌方 随即起飞飞机轰炸 敌方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我方在附近 加上航母本身要比战略舰脆弱的多 所以很有可能是 敌方航母还处于摸黑探路阶段 就直接要返场维修 甚至报销了 这个事情美国在战前就有所了解 20年代 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服役以后 就组织了多次航母对航母的对抗演练 从中得到的结论就是说 侦察在航母对决中所扮演的角色 要比战舰对决重要的多 奇怪 美国人演习知道了这些事情 日本航母可是更早就投入实战了 他们就不了解吗 还真不了解 而且把天赋点点到了另外一个天赋树上 虽然说日本几艘航母作战经验非常丰富 但打来打去其实差不多 就都是极度强调进攻的突袭作战 无论是中国战场 偷袭珍珠港 或者后来的印度洋作战 基本上都是大体知道敌人在什么位置 有多少兵力了 那自然也就不需要大量的侦察力量了 反而是需要更多的进攻力量 南云重要的航空兵指挥原田就认为 必要时可以减少侦察机的数量 甚至到零 进攻才是最主要的任务 后来战争继续进行 日本人才逐渐认识到 航母对决中侦察是有多么的重要 不过这个是中途到战败之后的事了 时间继续走 五点半 来自中途岛的美军侦察机 率先发现了日本舰队 五点四十四分 另外一架飞机发爆 发现大量敌机朝中途岛飞来 发现日本舰队的那架飞机报告是说 距企业号和大黄蜂号175英里 也就是152海里处 发现日本两艘航母 两艘战略舰 发现航母的位置与情报所是大致相当 不过我们以后世的视角来看 这则侦察信息的兵力存在巨大差距 情报所是应该会在这个方向出现四到五艘航母 为什么此刻只有两艘呢 剩下的两到三艘在什么位置呢 其次这个侦察信息中的距离只能说是大致相当 实际上这一刻双方舰队的距离大致是200英里 173海里 虽然只是差了30英里吧 但是侦察机的信息是152海里 是妥妥的在美国航母的打击范围之内的 173海里则是超出了当时美国航母的打击范围 此刻我们快速整理一下信息 尼米兹的部署能够成功的要义是 假设自己获得的日军情报完全正确 并且日本要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内对此计划毫无修改 最后在队的时间出现在队的地点 以队的兵力首先攻击队的目标 可是现在战役一开始 弗莱彻收到的信息则是 敌军在队的时间出现在队的地点 以错误的兵力攻击了队的目标 队的时间和大致队的地点 表明自己几天来的等待是值得的 尼米兹把自己部署在这里 现在敌人也在自己的打击范围之内了 很不错 而且现在他们首先攻击了中途岛 这也明确了日军之后 肯定会因为回收飞机 存在一个尴尬空档期的最佳进攻时机 可是兵力部队是非常致命的 有可能是山本队原计划做了修改 还有可能这个情报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有真有假 这地方两艘航母是个宜兵 在引诱我出击 好 我们先甭管他是不是宜兵 现在弗兰车知道的是 目前就两艘航母 还有二至三艘航母 不知道在哪里 情报指示只是一个大致方向 这个和最后能找到日本航母 发动攻击是两回事 弗兰车的判断是 日本航母应该会与中途岛 保持一定的距离 也就是以现在已经发现的两艘航母为坐标的话 越靠近中途岛 发现剩下两至三艘航母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所以这个剩下的两至三艘航母 应该就是已发现这支舰队的偏西方或者偏北方 怎么做呢 弗兰车的命令 斯普鲁文斯的企业号大黄蜂号 向西南方向全速接近 择时出击 这么做可以接近目前已发现的这支日本舰队 不让自己的飞机在极限距离发动攻击 让飞机在极限距离发动攻击是非常不明智的 因为如果侦察机报告的位置没有发现日本舰船 这些飞机就得在附近搜寻日本舰船 耗费燃油 最后很有可能发现了敌人也不得不返航了 所以弗兰车这个命令是给了斯普鲁文斯更多的回旋余地和战术选择 同时弗兰车也提防着随时有可能再出现的另外两至三艘日本航母 和日方将领想的一样 他觉得要预留一部分兵力以应对突然出现的敌军航母 可是做法却不一样了 日本将领的做法是所有航母的飞机留一半 而弗兰车是预留了整个约克城号 而让企业号 大黄蜂号就专注于攻击已发现的敌人 这么做比日军那里要灵活一些 如果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进攻期间发现了另外的日本航母 那么自己的约克城号可以及时应对 不至于像日本人那样把所有的航母搞得又要收飞机 又要放飞机的一顿纠结 同时自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继续搜索日舰 如果确实没找到自己也可以很快的加入斯普鲁文斯的攻击行列 我觉得弗兰车这里做了基于他当时的情报条件下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没有孤注一掷 后手的应对策略也还比较灵活 接下来我们来看此时还是初出茅庐的斯普鲁文斯 他现在拿到的命令是向西方向尽量靠近日舰 择时出击 给他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何时出击 以什么兵力配置出击 本来的计划是他们要再航行一段距离 再靠近一点再攻击的 不过六点多钟 因为得知了中途岛遭航母空袭的消息后 斯普鲁文斯和他的参谋一算 现在中途岛正在遭受攻击 攻击结束之后 飞机飞回去要一个多小时 如果我现在尽快放飞飞机 就有可能抓住日本航母 正在接收这批飞机的空档期攻击了 所以斯普鲁文斯虽然非常谨慎 但是当时的他觉得战机不可措施 因而提前派出了自己能够派出的最强攻击力量 到目前为止 这个指挥的交接棒 尼米兹 弗莱特 斯普鲁文斯 都在他们能够决策和做决定的范围之内 基于战前和战时获得的情报 做出了我觉得是最正确的一系列决定 但是这个交接棒往下交的时候 离谱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事情发生 这一段弗莱特和斯普鲁文斯的决定和分析时间 大概是五点半 发现日舰到六点半这个时间里的 在战后集合了日本的信息之后 双方发现 其实六点到六点半这个时间内 美国十七特混舰队 也就是弗莱特的头顶 是有一架日本侦察机的 这架侦察机不是我们说的那个迟道的利根四号 而是由驻魔号准时放飞的驻魔一号 但是因为天气太不好了 所以没发现弗莱特这支舰队 六点半南云在干什么呢 其实什么事还没做呢 现在的第一波次正在轰炸中吐到 还没有反馈给南云说 还需要一波次的轰炸 它现在手上是有按照山本要求 可以立即放飞的预备给航母的力量的 如果这一刻美军舰队真的被驻魔一号给发现了 那现在没什么好纠结的立刻放飞 并且六点半这会儿 美国航母一架飞机还没起飞呢 中途岛战役的历史就一定会在这一刻被改写了 虽然日军这里的侦察是广受诟病 但其实巧合的是 当天这个漏洞百出的计划是能发现美国航母的 只是因为天气原因没发现 不过断剑这本书写这段的时候有点意思 作者认为还是日军这里侦察的有问题 既然云层后那就飞低一点呗 一架侦察机你的任务是找敌军 然后你飞在云层里是指望着美国人主动来找你吗 当然也有可能说是这个驻魔一号当时其实就飞丢了 他自己是觉得自己按照路线飞的 实际上没有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说到底还是不够重视侦察 训练也不到位 预案也不到位 天气不好 不好就不好吧 那就返航吧 这不是离谱吗 接下来轮到美国人开始离谱了 我们把视角转到中途岛上 五点半 中途岛收到了发现日本航母的信息 这之后中途岛就放飞了大量的飞机前去攻击南云舰队 在日军第二期视频里面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南云轰炸中途岛时候没有看见什么飞机 自己还会不断的受到中途岛的轰炸呀 第一波次飞机炸了个寂寞呀 为什么炸了以后中途岛还能不断的骚扰南云啊 因为轰炸南云的一共四个波次飞机 是在南云机群到达之前就已经起飞的呀 但是那期视频是我做的日军第一人称视角 日军是不可能知道这些飞机具体什么时候起飞的 所以他们只能猜 自己被发现了以后中途岛马上会回击 我也就没有在当时把这些飞机起飞的具体时间飙上去了 但实际上是能反推出来的 日本人四点半从航母放飞了一波次 到中途岛大概是六点三十 飞了大约两个小时 看一下中途岛进攻的四个波次往前推 那是很明显就在日本人来之前就放飞了 至于为什么最后变成了四个波次 分散着到了南云的头顶呢 不是因为要故意拖满南云的节奏 而纯属是因为自己的飞机之间毫无配合 机型复杂同时操作太烂 一波次的飞机 六架TPF鱼雷机 四架B26S 有观众问我呢 说TPF中途岛就服役了吗 是的 已经服役了 但是就是这六架 刚刚服役没多久 飞行员完全不熟悉这个机种的参数和性能 这个B26S是陆军轰炸机 改装了一个发鱼雷的版本 二波次的飞机应该来说是性能比较优秀的一批 16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 这个就是最后重创南云舰队的机型 不过因为飞行员是菜鸟 还俯冲轰炸机呢 很多飞行员都不会俯冲 只能滑翔轰炸 随后损失了一半的飞机 三波次飞机是15架陆军的B17 高空水平轰炸 能命中移动目标的几率真的是太低了 不过因为是高空轰炸相对安全 所以这波次的飞机没有任何损失 四波次是11架绰号拥护者或者守护者的浮冲轰炸机 这个飞机的性能不如前面我们提到的SBD浮冲轰炸机 在美国航母上已经基本上被淘汰掉了 算是比较过时的一个型号了 美国人在这里像在做实验一样 海军飞机丢鱼雷 陆军飞机丢鱼雷 轰炸机 滑翔轰轰炸 俯冲轰炸 高空水平轰炸 日军这里的回忆非常搞笑 说有点被吓到了 美国人这是在干嘛呢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结果是什么也没有 哎呦喂 武航战士真菜呀 面对这种对手 珊瑚海还能打成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时期的美军的确是无奈之举 尼米兹为了能凑出这些飞机来 已经是忙得不可开交了 中途岛方向 本身飞行员技能就不到位 然后为数不多的战斗机又要保护中途岛岛屿 没办法过来护航 所以成功率不高 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的 但是损失率这么高 是日美双方都没想到的 说明当时的临战飞行员的确是王牌 这些损失的飞机需要说清楚 几乎都不是日本舰船击落的 全是临战击落的 在6月4日美军损失的一共146架飞机中 明确的被舰艇击落的飞机 只有两架 这个时候我们把视角转回美国航母 和日军这里统一协调 不过有些缺少变通的航母舰载机指挥不同 美军是完全走入了另一个极端 极度自由 以至于毫无配合问题摆出 在中途岛海战之前 美军航母飞机的指挥 是根据各航母飞行大队各自决定的 虽企业号和大黄蜂号 看似是编在了一起 其实是两个独立的飞机指挥体系 奇亚号这里 本来的计划是 先起飞航程更远的SBD俯冲轰炸机 然后让他们在上空盘旋等待 航程更近的战斗机和鱼雷机后起飞 这样就可以编在一起去进攻了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因素 就是在放飞飞机的过程中 斯普伦斯截获了利根4号发现美国舰队的讯息 虽然发现的不是他的企业号和大黄蜂号 但是斯普伦斯觉得自己的位置也很有可能要暴露了 所以让俯冲轰炸机就不要等战斗机和鱼雷机了 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这么一顿操作后 加上甲板后勤人员缺乏训练 二波次飞机放飞的过程特别慢 让企业号一艘航母的攻击波次一下子被分成了两波 如果这个是仓促之间情有可原的话 大黄蜂号上就是看不懂了 他们没有按照飞机的航程 先起飞航程远的后起飞航程近的 而是第一波次就把战斗机 俯冲轰炸机和一部分的鱼雷机放飞了 然后第二波次再放飞剩下的鱼雷机 所以等所有的鱼雷机飞上去 实际上在天上的战斗机已经无所事事盘旋了45分钟了 之前我们说过他们的航程本来就不远 这一下子哪怕最后一起出击了 肯定战斗机也无法全程护航了 随后大黄蜂号的飞机往西边飞过去了 完全不是侦察机探明的日舰方向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比较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之前解释过的 因为现在只发现了两艘日本航母 不确定剩下的二至三艘在哪里 所以大黄蜂号的飞机 他们的选择是往可能会出现其他航母的正西方 也就是日本舰队的北面飞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犯了大错误了 因为应对另外两支三艘航母是约克成号的任务 而大黄蜂号这里的任务就是打击已发现的舰队 这个我觉得称之为重大失误是不为过的 之后大黄蜂号的波次飞着飞着 鱼雷机中队就觉得整个大队的航向太离谱了 所以私自变更了航向 转向西南朝日本舰队方向飞过去了 不过这只是59架飞机中的15架鱼雷轰炸机 剩下的44架飞机全部铺了个空 最后看一下约克成号 这是当天美国人最让人放心的一艘航母了 他们的攻击波次起飞有序的多 8点38分 因为始终没有得到日军其他舰支的信息 所以弗莱彻决定加入队已发现舰队的攻击 不过他还是留了一个中队的俯冲轰炸机预备 所以虽然他搭载的舰载机的数量和企业号大黄蜂号差不多 但是却只放飞了35架飞机 于是9点08分很快就全部放飞 集结完毕了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美国航母第一波令人窒息的操作 斯普伦斯这里花了一个钟头时间 起飞了自己当天应该是最具威胁的一个波次的飞机 一共117架 然后一半是大黄蜂号上的去了错误的方向 飞着飞着 鱼雷机中队觉得航向太离谱了 于是决定转向西南 等于整个大黄蜂的波次不到三分之一 走到了正确的进攻方向上 然后再正确方向上的企业号的飞机 也因为斯普伦斯当时一着急 所以把一艘航母的飞机给分成了 轰炸机一波先走 鱼雷机战斗机一波后走 最后加上自己后勤兵业务能力堪忧 导致战斗机起飞又要明显晚于鱼雷机 一起飞就丢失了自己本该要去保护的鱼雷机中队 所以企业号的飞机是被一顿操作分成了三波 我这里就不按中队名字什么VT-6这样标识了 就简单直观一点 最后是狠城体系的约克成号的攻击飞机 9点18分 首先进入战斗的是大黄蜂号上的鱼雷机中队 他们没有战斗机的护航 抵近日军舰队以后受到了临战无情的拦截和屠杀 整个中队飞机全部被击落 中队仅有一人幸存 9点40分 因为之前南云有一个向北方转向的命令 所以反然是让后起飞的企业号鱼雷机中队 先发现了日本航母 让俯冲轰炸机在这一刻扑了个空 14架鱼雷机又是在毫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 发动了攻击 最后无一命中 10架被击落 这里有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 企业号的战斗机到底在搞什么呢 实际上在9点18分 大黄蜂号的飞机在攻击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在远端看见这波飞机了 并且跟了上去 但是没有靠得很近 最终因为云层的遮挡 没能实施有效的保护 不过这个行动让他本应该去保护的 自己航母的鱼雷机也失去了保护 这个是整个美军空袭中的一个巨大败比 完整编制的战斗机 在远离战场的位置徘徊了40分钟 而且中队指挥当时还判断 是不是日军战斗机出现了事故 为什么自己在这盘旋了这么久 没有临站过来打他们呢 那可不他们忙着击落你家鱼雷机呢 视角转向9点40企业号 俯冲轰炸机中队 他们是由著名的麦克拉斯基指挥的 在预计截击日舰的位置 扑空之后他做出决策调头向北 油管的那个视频是说麦克拉斯基是靠着自己直觉判断的 其实不是没有那么玄妙 弗莱彻在判断日舰航向的时候判断的很精准了 这个也是当天整个美军对于日本航母的位置的一个整体判断 日本航母肯定会和中途岛保持一定距离 他们不会无限制的接近中途岛 如果派往西南边的飞机找不到日本航母 那么转向北方发现日本航母的几率就是比较大的 这个就是麦克拉斯基当时的想法 他认为这个转向哪怕没办法最终攻击日舰 但是是肯定可以发现他们位置的 然后他们顺着这个航向航行时 正当他要放弃的时候 他看见了一艘应该是全速航行的舰艇驶过海面后 在海面上划开的长长的白线 跟随这个白线开过去 看到了一艘全速航行的日本驱逐舰 他认为这是一艘吊队的驱逐舰 正在加速追自己的大部队 所以他决定朝着驱逐舰航行的方向行驶 这艘驱逐舰就是著名的带路舰蓝号 他为什么会吊队呢 因为之前机动舰队也受到了美军潜艇的骚扰 他被派遣过去驱离他 这个时候他正要回到大部队呢 结果是给美军带了个路 接下来惊天巧合出现 比较晚放飞的约克成号的进攻波次 居然和麦克拉斯基指挥的中队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了日本舰队的上空 因此虽然企业号大黄蜂号同一支特混编队的配合吸烂 但是他们的最后一支进攻力量却巧合般的 与后出发的约克成号的进攻汇合到了一起 约克成号到底是打过航母对决的这一刻实战经验最丰富的美国航母 他们的进攻力量在战斗前调整为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分开布置 然后由战斗机为鱼雷机提供了充分的保护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方向上的攻击会吸引走几乎全部的日本护航战斗机 因为这个方向的美国飞机比之前没有战斗机护航的鱼雷机要难缠得多 原来的主流观点是约克成号和企业号的俯冲轰炸机 是在这个波次的鱼雷机进攻之后才进入攻击阵位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 实际上这三个方向的进攻力量是在差不多同时开始进攻的 随后约克成号企业号上的俯冲轰炸机得手了 这里上演了一个插曲 就是之前介绍的这位迈克拉斯基 他是才被调到俯冲轰炸机中队的 所以对俯冲轰炸机的战术规则不是很熟悉 理论上如果AB航母距自己两个中队的距离不同 他应该要派距离两件更近的一个中队去轰炸远端的航母 反过来距离航母更远的那个中队去轰炸近的那一艘 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保证两个中队同时发动攻击 让敌方的防空力量分散 同时在同一时间可以进行饱和攻击 可是迈克拉斯基一激动 自己转向了距离更近的加赫号 这就让本来就计划去攻击加赫号的中队陷入了尴尬 还好这时候美军胜利交接棒指挥交接棒交到了最后一个人手上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百斯特 他迅速看清了战场形势 紧急在空中喊话 让另外两架飞机转向过来 和他一起赶快更换目标 轰炸赤城号 平心而论 这样的判断真是不得了啊 这是在日舰的上空 顶着日本舰艇虽说是准头很差 但密集的防空炮火 靠着自己的眼睛临场做的超神判断 说实话 我觉得他肯定也没想到三架飞机俯冲轰炸 就真的把南云的旗舰给KO了 但是就凭战场形势 他立刻能看出 加赫号这个方向进攻力量过度饱和 立马做出决定 召集飞机转向 最后还就靠着三架飞机命中了赤城号 真是了不得 而之前我们也说过 如果赤城号在这一轮袭击当中幸免 整个战役的结果还真的不好说 所以到了这一刻 你觉得美国人是必胜的吗 看了美军的视角以后 好像感觉在战斗当中 日美两国在航空兵的运用上面 呈现了一些相反的情况 日本人轻视侦察 但是特别强调进攻的协调和完整性 美国人这里是特别重视侦察 但是因为实战经验不足 条件有限 进攻组织一团糟 中途岛上的飞机 说实话能组织起这么大规模的攻击 已经很不容易了 虽然没有任何战果 自己损失还特别大 但是的确大大拖延了日本人整备飞机的节奏 并且也依靠岛上的攻势和战斗机 给日本人的第一波次进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航母方向 除了约克成号操作在线之外 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上的航空兵攻击 简直是令人窒息 所以事后看下来 约克成号能在三天内修好 并且参加战斗 不仅是当天改变了实力的天平这么简单 更是一个改变了战役规划部署 甚至是当天所有核心战斗的最重要的一个砝码 结合它之后又挨了日本人两波轰炸 让日本人进一步的战术误判 这场战斗中 约克成号当之无愧MVP 这一刻 日本航母三艘报销 仅幸存了一艘飞龙号 美国人在这场战役当中的局势 逐渐清晰明朗了 我们将围绕战役最后阶段 美军对日军幸存航母飞龙号的最后一击 战役结束之后 美日双方都有什么反应 日本是如何封锁消息控制战役战败的影响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山本五十六为什么没在惨败之后被撤职呢 我将结合之前视频里的所有内容 用独特的方式和视角 和大家一起探讨 中途岛战役中 日军究竟为何会失败 而且还败得这么惨 视频最后我也将公布 接下来要上线的新系列新视频的内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三连 感谢各位 时间回到1942年6月4日 上午11时左右 美军重创了日军三艘主力航母 理论上现在是敌我双方 有巨大的实力差距了 可是如果我们打开时间轴就会发现 日军仅剩的这么一艘飞龙号被击沉的时间居然是当天下午的17点以后 也就是三艘航母失去作战能力大约7个小时以后才被攻击的 如果大家是去看决战中途岛这个电影可能会觉得没过多少时间飞龙号就被击沉了 但实际上是又过了7个小时 这个电影能放三遍 在这段时间里面美军并没有威胁到飞龙号 客观上也给飞龙号能够做出反击提供的机会 这里就牵扯到两个问题了 第一美军航母在上午到中午这段时间 为什么只派了一个波次的飞机轰炸呢 为什么不能在一波次飞机起飞之后立马再起飞一个波次去进攻呢 我们就必须计算一下 在派出第一波空袭力量之后 斯普鲁文斯和弗莱彻他们还剩多少飞机 第一波次的飞机 大黄蜂号派出了自己77架飞机中的59架 也就是自己还剩18架飞机 这里面还包括需要保卫舰队本身的战斗机 企业号这里是放飞了自己78架飞机中的54架 还剩下24架 当然了这里也包括需要保护舰队上空的战斗机 所以放飞一个波次之后 斯普鲁文斯下属的两艘航母的飞机 哪怕算上战斗机加在一起 也不如上午舰队里任何一艘航母派出去的攻击力量强 现在第一波次才派出去 攻击效果未知 能够对敌方造成什么破坏未知 甚至日军有没有可能转向 最后没有拦截到日本航母也是未知的 看看迈克拉斯基率领的俯冲轰炸机 第一个方向不就是扑空了吗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认为贸然把剩下的飞机也都派出去 肯定是不明智的 再看一下约克成号这里 对他来说呢 他的飞机要更多一些 但是整个这一天都有一个问题 是萦绕在美军的头上的 那就是美军在战前推测 日本人应该有五艘航母参战 战役开始以后只是发现了两艘 进攻之后确认了有四艘 那么还有一艘呢 所以本来约克成号就是一个预备力量 派出自己的35架飞机参与斯普伦斯的进攻 事实上已经是弗莱彻基于当时信息条件 所做的一个大胆决策了 让他再派一个波次的确可能性不大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针对飞龙号的打击 为什么要到17点以后才成功呢 首先这个7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需要减去飞机波次放飞的时间 加上路上的时间 所以我们把时间往前推 最终放飞重创飞龙号的波次 是在15点25分由企业号放飞的 它放飞的是来自自己和接纳的 受到重创约克成号上的飞机中队 那么从重创三艘航母到放飞这个波次 仍然有5个小时的时间 虽然说美军面临的问题很多 比如自己要接收先前派出去的飞机 约克成号受到了飞龙号的反击 其他航母要收留约克成号的飞机等等 但5个小时未免太久了 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又没有受到日军飞机的干扰 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上午的攻击之后 美军就找不到飞龙号具体的位置了 因为这个是真实战场 如果不是被侦察机跟着 或者攻击波次就在敌舰上空 那一方舰艇是无法得知敌方舰艇的具体位置的 加上飞龙号又不是停着不动了 整个南云的舰队在遭受重创之后 只是留下了几艘驱逐舰继续帮助灭火和救援任务 上下的舰艇很快就重振旗鼓开始航行了 所以如果不仔细想想 感觉美国人轰炸了三艘航母之后 顺理成章再炸一轮就是了 但真实的战场上是 美军飞机轰炸完开始返回航母之后 就不知道日军接下来具体的防卫了 所以侦察所敌就又得再来一遍 还是那句话 只是知道敌军大致的位置和能够发动攻击是两回事 这对美军相对较小的舰载机航程来说更是如此 所以等到美军再一次发现飞龙号的具体位置 已经是在中途岛时间下午14点45分左右了 报告发现敌空母一艘 战舰一艘 众巡两艘 这个报告真的是无敌 它是中途岛战役打到现在为止 整场战役中美日双方兵力侦察最靠谱的一则报告了 主力舰艇方向居然只差了一艘战舰 回顾一下 上午美军最开始收到的报告来自中途岛 说西面发现日军主力 但事实上只是运输舰队 根本就不是主力 后来针对南云这里的侦察是说发现了两艘航母 但事实上是四艘航母 日本这里最早是7点45分发现了美舰大概十艘舰艇 花了45分钟才最终确认了美军有一艘航空母舰 当然最离谱的莫过于13点55分南云收到的一份战报 说发现美军由五艘巡洋舰五艘航母组成的舰队 请大家把离谱打在公屏上 根据南云的作战日记 他在这个五艘航母的五边上打了一个问号 试想他当时是个什么心情 好 回到战场上 14点45分重新发现日本舰艇以后 吉尔号最终在15点25分开始放飞攻击波次 随后大黄蜂号 哎 大黄蜂号这一天可是太入戏了 上午攻击严重脱节 下午又演了一遍 大黄蜂号也收到了最新的日舰的信息 可是并没有收到企业号之后要发动攻击的讯息 所以15点17分 斯福鲁文斯最终要求大黄蜂号大约一刻钟后 要放飞飞机进行进攻时 舰长米切尔居然毫无准备 最后他为了缩短放飞时间 让自己的飞机能够跟上企业号已经放飞的飞机 米切尔决定减少自己放飞飞机的数量 仅仅放飞了自己16架飞机 当然现在日本临战所组成的防空网弱了很多 突破防御是相对简单了 不然难说是不是最后又会成为一场灾难 17点刚过美军飞机飞抵日舰附近 由企业号和约克城号的中队选择攻击了飞龙号 最终飞龙号被命中四发高爆弹 其中一发又是上午重创赤城号的白斯特投掷的 所以他也完成了一个一人一天重创两艘航母的 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是人类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一个成就了 大黄蜂号上的中队最终选择了攻击另外两艘水面舰艇 可是没有取得战果 打到这里 我们就将中途岛战役中几次航母对决的战斗 从美日双方的视角分别讲解完了 剩下来的战斗主要就是美军航母对日本水面舰艇的打击了 也就不算是航母对决的内容了 所以现在开始我就会结合视频里所提到的所有信息 为大家整理一下究竟为什么日本人在这场战役中败的那么惨 在我说我的结论之前 我想先反击三种大家经常能够看见的论断 分别是为国力论 为指挥官论 以及为情报论 为国力论 相信大家是经常看到的 就是说日本国力比美国弱太多了 因而在这场战役中失败了 他们也能够找到一些论据 比如说日本航母用的是木制甲板 损管能力差 没有装备雷达等等 所以航母是一炸就成 且没有办法对战斗机进行有效引导 不败就怪了 我想说 如果是战争 可以用国力来论断 但战役真的很难用国力来判断 意大利对希腊 苏芬战争 或者是我国伟大的抗日战争 不都是交战双方 国力有巨大差距吗 但是具体到每场战役 就不是单靠国力能够解释的了 而且其实这种观点的论据多数都是有问题的 木制甲板 其实美日双方的航母在这个时期都是木制甲板 我们看约克成号被俯冲轰炸机轰炸的经历 甲板同样没办法形成有效的保护 这不是因为日本国力弱而用木制甲板 而是这个时期的航母 为了考虑综合战力航速 机库容量 还包括资源投入的性价比等等 综合得出的结论 最后雷达 我觉得这个是传统观点和实际差别最大的一个了 因为很多人很容易就会觉得 是因为日本人国力弱 技术落后 所以航母没装备雷达 其实不是 主要原因是日军很强调电波探支级 也就是根据电波反向侦察机器的开发 所以日本人一直很惧怕 自己如果使用雷达会暴露舰队的位置 大家也知道日本海军是很强调突袭的 于是面对这种有可能暴露自己舰队位置的技术 就选择性不重视了 而且比较夸张的例子是 日本海军上哪怕装备雷达的舰艇 也被要求在确认己方舰队完全暴露之前 是不允许使用雷达的 所以雷达问题的根 其实并不是因为日本国力弱 而是日本选择性忽视了这个技术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战 日本人发现美军并没有装备这种 能够根据雷达电波探测舰艇位置的反向侦测装置 所以逐渐在战争中后期 放开了雷达的安装和使用 但是自己在忽视雷达技术开发的同时期 英美雷达确实技术进步迅速 又有大量的实战运用的经验 日本海军的雷达才在安装和使用上形成了差距 但客观上这造成了一个现象 就是日本人大规模装备雷达比英美晚 且装备的雷达性能与英美有差距 于是很多人就赖上了国力 归因为日本国力与英美有差距 所以雷达技术不好 仗打不赢 那这个结论肯定是有点问题的 国力固然重要 但并不是决定这场战役结果的直接原因 随后为指挥官论 我引用断件里面的一段论述吧 在总结战役失败的原因时 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 把责任归咎于做出决策的那个人 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指挥官的决策多数是基于几方军队 敌方军队的情况 和自己能够获取的情报战报所做的选择 所以如果指挥官比如南云 他的决策出现了问题 严谨的思路应该是去找提供给他的情报 战报有没有问题 或者他的这支军队 敌人的军队有什么情况 而不是很简单的就归结于是南云的问题了 什么情况下是指挥官有问题呢 就是明明有准确的情报或战报 他无视或者错漏了 又或者错误评估了几方军队和敌人军队的情况 做出了部署决策 这个才是指挥官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前两条 为国立论和为指挥官论 其实是把问题归结于两个最容易想的角度了 我打个比方 我妈妈让我心语用家里的存款开了一家奶茶店 竞争的对手是附近的某抠某点点 还有某某冰城 然后我自己做店长 结果店开不下去关门了 总结原因的时候 归结为两条 因为某抠某点点 公司规模比我们大 第二条 因为我店长经营不善 你说这算总结归因了吗 这些因素固然重要 但是不能这么简单的判断事情 尤其是规模这么大的战役 最后为情报论 上期视频我详细说过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 简而言之 我不同意美军因为掌握了日军情报 所以获得了中途导战役胜利 这个结论 情报胜利固然重要 我也认为是最重要因素 但是光有这个因素是远远不够的 接下来我想结合一共六期的节目 给出我的答案 最终战役的结果是 航母方向日军损失了四艘航母 美军损失一艘 我用一种比较直观的方式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我们以日军损失四艘航母 这个结果为目标 假设有个进度条 那么只要达到100% 就会导致这个惨败的结果 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哪些事情 在推进这个进度条 它们又分别推进了多少 首先第一个30%的压箱地 就是美军破译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情报 接下来20% 我认为是山本56送给美国人的 日本海军高层制定计划和部署的问题 你之前不是说指挥官的问题不应该放很大吗 可是因为中途岛战役 山本是扎扎实实地做到了我之前说的 明明有情报或战报 他无视错漏了 且对敌我形势部署有严重误判 您先别忙着打评论为山本解释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朋友是这么想的 山本56发动中途岛战役 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美日国力的巨大差距 因此渴望通过一场决战 消灭美国航母扫除威胁 我现在可以直面这个盛行与网络和历史军事爱好者的判断了 如果你觉得我说了有道理 可以在公屏里面打几个感叹号 这段话 后半句 山本知道美日国力差距 渴望通过决战来消灭航母 没什么问题 问题在前面 中途岛 凭什么通过攻打中途岛就能消灭美国航母呢 换而言之 消灭美国航母的方法就必须是在中途岛打一场战役吗 这么想的朋友好像是有个潜意识叫做 消灭美国航母只能在中途岛打一仗 那为什么呢 太平洋那么大 日军第二段作战方向都画了四个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对后面这半句没什么意见 我的想法是 为什么是中途岛 MI作战计划 我认为是地方方向选错了 不是这个决战思路有什么问题 山本为什么要制定中途岛作战呢 他的思路是美军航母现在会归缩在港内 因而要想办法让他们出港决战 怎么办呢 中途岛对于美军来说是不愿意放弃的 所以我只要攻击中途岛 美国舰队就会全部出动 而我方就可以趁此机会将其戒灭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尼米兹 我上个视频说过 他从上任开始就根本不想让舰队归缩在港内 他一直在找机会打一些战果出来 这个和山本想的是完全相反的 另外尼米兹让自己部队出发的原因 不是因为中途岛有多么的重要 而是因为知道你山本56要派航母过来 我有伏击成功的可能性才出动的 而且尼米兹明确指示海军和首岛部队 这座岛屿没那么重要 必要时可以放弃 这么一笔就很明显了 山本整场战役最大的问题其实就在这里 他误判了美军的作战思路 错误评估了中途岛的战略地位 并且还极其笃信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之前说不是决战打错了 而是决战的地点选错了 那为什么选错了呢 坦率地说 日本人自己都不觉得这个岛屿战略价值很大 一直以来还有一个观点是说 中途岛被占领以后 日本人可以把它作为前进基地进攻夏威夷 不可能 或者说别指望占领它 就能对进攻夏威夷起到什么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在系列第一期就有提过 哪怕赢了 日军是无法对这个岛屿进行有效补给的 这个战前 陆军海军内部都和山本提出过 山本的参谋长语言的回应是 不用考虑补给问题 如果无法有效补给 陆军可以炸毁岛上设施然后撤离 请问一个无法有效补给的岛屿 如何作为重要的前进基地 来帮助日军进攻夏威夷呢 然后我们类比一下南太平洋方向 包括后来的瓜岛 这里就证明了 日军确实无法对远离本土的岛屿 进行有效的补给 但为什么日本人决心要进军那里呢 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想法是 南太平洋 这里离我远 是离你美国夏威夷和本土都很远 所以双方补给起来都很困难 自己也暂时还具有海军上的优势 因而可能可以占上风 那再看看中途岛 除了离夏威夷境 没有任何战略价值了 美日双方都很清楚 这里一功难守 战前 元禅认为无法补给可以撤离 这就充分说明日本人觉得 这座岛屿的价值没那么大 可是 山本五十六凭什么就觉得 这座岛屿对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 美国人不肯放弃呢 不知道 找不到材料了 我分析的这些 其实他的上风 下属 甚至执行任务的指挥官都一一提出过 几乎一模一样 可是山本没有很理智的回应过 所以真不知道他凭什么这么认为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直觉吧 随后部署里的那个大问题 分兵行进 是山本由着这个判断 也就是担心美国人会不敢出港 这个判断部署来的 而且他也认为自己的航空兵战力更强 哪怕敌军航母全部出动 哪个方向上自己都不会落鱼 绝对下风 所以最后搞的舰队之间无法支援了 大家觉得这个20%给他给的多吗 那因为这个误判和部署是因 美军破役并做部署是果 所以我现在给这两条调换一下顺序 那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更具价值的决战地点 结合之后的战争走势 美军高层的判断和部署 我个人认为南太平洋方向 是更适合发动决战的 其实这个方向也是日军第二段作战当中 最重要的进攻方向 珊瑚海海战进行过程中 美军是出动了两艘航母 后来在战斗结束之后 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又姗姗来迟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做到了 山本预想中的美军主力航母 尽数出动 这和中途导时 美军是因为知晓日军部署才出动 完全是两码事 另外如果在珊瑚海海战之后 组织与中途导战役相同规模的舰队 再次进攻南太平洋 哪怕最后战损一样 就仍然是日本人损失了四艘航母 美国人损失了一艘 那起码日军可以凭借着水面舰艇的巨大优势 威胁战略价值重要的穆尔兹壁港 或者斐济及萨摩亚 这些地点将给美澳联系构成极大威胁 当然了战争走势是改变不了的 之后美军爆兵完成 还是可以毫无悬念的赢得战争 不过相对而言 的确可以做到将反攻的步伐延后一些 接下来再30%又是日本人送的 这个是包括断建在内的很多书籍所总结的一个观点 叫做胜利病 其实按照传统观点 这30%应该是给南云中医 或者是山口多文的指挥的 但是我们总结了一下之前几期的内容 以及我之前说的指挥官指挥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指挥背后 透露的是日本海军这支军队的问题 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南云的重要决策 1234567摊开来来看 从结果上应该来说是条条致命 每条都在导致最坏的结果出现 但我们这六七的视频 其实就是想要和大家分享 哪怕最后命令确实都是南云下的 我们也要看看南云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是不是他的问题 第一条 事后我们当然可以这么认为 如果当天的第一波次没有放飞 南云简直是游刃有余 但是这一条我们在第三期视频里面介绍过 是随行的指挥官参谋都参与了决策过程 他们只是决定保持战前的部署和目标 加上日本人在舰队的行进过程当中 其实不是没有美军的情报 只不过是有情报 山本并没有告诉南云而已 所以他维持之前的命令 首先攻击中途到我觉得问题不在他这里 接下来 二 我们原来介绍过日本海军本来就输于侦察 那调集其他用以攻击的飞机参与侦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单从舰队配置来看 其实南云已经派出了自己过半数的侦察机参与侦察了 而且日军对敌人航母可能埋伏的区域判断是比较准确的 所以没有战前情报的支持下 我认为南云已经在这一点上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上限了 随后 三四五 我们一起说 这些决策都是来自于片面的战场信息或者是错漏的战场信息 三 是因为不知道附近有敌人的舰艇 四 是不确认这支舰队是否有航母 而且侦察机报告的位置要大于美军航母的攻击范围 换而言之哪怕自己转向也不会进入危险 反倒是可以远离不断在轰炸他的中途岛 五 是确认了敌舰有航母 但是如果不回收一波次会损失整个舰队接近一半的飞机 另外根据我之前说的那个敌我距离自己也仍有时间 随后 第六条 因为日军的报告是称先后击沉了敌人两艘航母 所以南云和山口多文都认为己方并不是劣势的那么明显 而且这个第六条只有一半是南云和山口的 后来在飞龙号没有沉没的时候 是山本直接下了所有舰支搜捕美军航母的命令 所以这个123456 其实都是情报侦察不到位引起的 那为什么会不断出现这种侦察问题呢 还有退一步说 其实日本军官也了解自己在侦察上是做的不足的 也知道情报会有偏差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会选择谨慎 反而是一忙再忙 永远选择那个最激进的方案呢 其实这个和战前 日本人明知道自己两艘航母无法参战 还要坚持来打中途导士一个道理 因为这支军队有问题 拿梳理的话来说就是有胜利病 而病症的表现就是过度自信 所以我一方面一直很赞同大家提的很多想法 比如说发现了美舰以后 南云应该吸撤 调整观察一下 又或者自己成了三艘航母以后 应该保存实力 等兵力集中再出击等等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不认为这个就是南云的问题了 说实话 换了日本海军 谁 谁都会这么干 相对而言 我还觉得南云已经是日本海军内部 比较谨慎的一个人了 科恩和古奇在军队的不幸战争失败剖析里 把军队的失败总结为三点 一 不能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 二 不能预见未来要发生的情况 三 不能适应战场瞬息万变 他们两个人是觉得一支军队达到这其中的两个因素就必败了 但日军是妥妥的三个全达成 第一个 日本人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到了进攻突袭式制胜法宝的片面结论 也没有充分吸收珊瑚海战役中的经验教训 第二点 完全误判未来形势 这个我们之前详细分析过了 三 不能适应战场瞬息万变 这对日军来说要求太高了 还适应呢 他都不知道战场在发生变化 谈何适应瞬息万变呢 所以我是结合两名作者的观点 认为这个胜利实际上日本人已经送了美国人一半了 不过呢 失败离惨败也还有一点距离 这个距离就是剩下的进度了 20% 其实如果美国航母的攻击配合的很好 这个20%直接就到了 就可以直接这么划 美军做出了正确且有效的打击 战役结束 可问题就是实在是打的稀烂 给我增加滑图难度了 首先是中途岛的空中力量发动了英勇的攻击 虽然没有任何战果 但客观上拖延了日本航母出击和回收飞机的节奏 5% 接下来美国舰队方向 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发动了攻击 但因为配合太烂 真的是险些翻车 所以5%不能再多 接下来5%要给迈克拉斯基和百斯特两个人 他们都是结合战场信息 临场做出了改变战局的决定 百斯特更是万军从中取旗舰手机 最后5% 天公作美 注目一号 6点左右飞行于美国舰队的天上 结果因为云层太厚 没发现美国舰艇 这4个5%呢 有点太杂乱了 所以我最后只能这么总结 美军于战役当天准确结合战报 发动了果断英勇且幸运的攻击 完成 这就是我的答案 总结一下 中途岛战役日军惨败美军大胜的原因 一 美军于战前破异了日军作战计划 做出了针对性部署 二 一直以来的胜利使日军过度轻敌 三 日军高层的作战规划存在巨大漏洞 四 美军战时出击果断英勇且幸运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第四期视频里面 日本防卫厅所做的那个战败原因总结 另外有一些书籍是把日军这里战役中 暴露出来的问题和战前三本规划的漏洞等等 都概括为日军严重轻敌的体现了 所以这些材料和我的想法呢 里面有重合的部分 也有区别的部分 也欢迎大家说说你的看法 接下来是一个显为人知的信息 但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战败之后日本海军回国之后都发生了什么事呢 首先是第四期视频里面我们提到过的 日本海军对于战败原因和武器装备提升上进行了总结 随后我们看一下6月10日 日本人最终决定公布的战报 损失一艘航母 一艘航母遭重创 一艘巡洋舰遭重创 另外有35架飞机遇碎 对比一下真实战鼓 当然了 大家肯定见怪不怪了 以日军的尿性 惨败这个事情一定是会隐瞒的 战报也肯定是会被造假的 问题是 不是所有人都不知道实情 所以他们把大量战争中的伤员标为特殊病人 进行隔离治疗 不允许家人进行探望 没有受伤的士兵则是才回国不久 迅速就被派遣到了南太平洋战场 可是这个命令是谁下的呢 惨败的消息究竟多少人知道 知道的多详细呢 我看到的资料是 隐瞒战报的消息 有遇人直接明确的指示 6月11日 遇人指示海军军令部 中途岛的伤员必须在严密措施下返回日本 并且禁止与外界接触 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些文章 是说遇人对前线的事情了解程度不高 但中途岛战役惨败 它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得知的时间也非常快 6月5日 也就是财战败 舰队还没回来就知道了 明确的表达态度是对自己的内大臣 目护信一 虽然海军的损失很可惜 但不应该失去战斗精神 并且他也对海军军令部部长永也表示 在未来的行动中要继续保持积极进攻的态势 接下来 东条英机 我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平台有做过类似的内容 是说海军隐秘消息把东条英机也给瞒过去了 东条英机毫不知情 而且这个说法还很盛行 完全不是这样的 中途岛战败的消息 海军不是要向个人隐瞒就够了 是要向全国人隐瞒 并且需要发布全国性的假战报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当时日本内阁是由东条英机把持的 换而言之是日本陆军把持的 海军是否有这个行政能力 在全国隐瞒和封锁消息并且大肆宣传假战报呢 没有 他想这么干也没这个能力 他只能透过东条或者上奏御人才能实现这个事情 而御人要做这个事情还得通过东条的内阁 所以东条英机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哦 你海军说损失两艘航母 那就损失两艘吧 就这么发吧 李大普拉 6月10日 日本海陆军联席会议上 这次战役的情况陆军就知道了 但陆海军的确是把这个消息控制在 只有军部和皇室最高层知道的范围 并且海军是有隐瞒 但不是隐瞒自己究竟成了多少艘航母 他们主要隐瞒的是 这次战斗对联合舰队的损失程度 就是说 他没有向陆军全盘交代出 自己损失四艘航母究竟意味着什么 战斗力还会受多大的打击 未来是不是还有能力继续发动大规模攻击等等 那这个信息的确陆军是了解的不详细的 因为再一盘算 这场仗只是把双方拉回了军事态势 因而他们认为自己的海军依然拥有继续作战的能力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给后来刮倒战役 海陆军的配合和种种的不对付 埋下了伏笔 可是这种隐瞒 不是说陆军最高层或者东条英机 就不知道中途岛的损失 6月14日大本营接受了已经归国上岸的联合舰队指挥官员 所做的战役检讨和意见 谁接受的 大本营 东条英机就在大本营啊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接下来是一个让全世界人都想不通的事情 日本海军的人员变动问题 最终结果其实是几乎没有变动 一直以来观察战局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角度 就是人事调整 如果一个地区最高指挥官进行大调整 并且频繁调整 那一定是有原因的 可是中途岛之后 如果你看人事调整 仿佛就是日本人没有打败仗 一支舰队遭受了百年来 甚至是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惨败 舰队总司令 分舰队司令 必须是要负责任的 可是山本依旧负责整个联合舰队 直到他四三年阵亡 南云则调整为 整顿祥贺号锐贺号 继续担任这个职务到四二年的十月份 原因是多方位的 但是目标又是一致的 就是为了掩盖失败 首先 开战以来 日本陆海军是捷报不断 在日本老百姓眼里 也包括被封锁消息的中下层军官士兵那里 山本五十六简直堪比东乡平巴朗 成了海军天才级别的人物了 然后大家知道的中途岛战报又是大姐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把山本五十六给换了 你怎么解释呢 没办法解释吧 随后陆海军的矛盾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体现 我们提到日本海军就会想到联合舰队司令 就会想到山本五十六 问题是就和尼米兹一样 实际上山本也是有上司的 他的上司就是当时的海军军令部部长 永野修身 和东条英机一样 他是日本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核心 最核心元凶之一 之前我们介绍了 海军的确告诉陆军高层战役的结果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有所隐瞒的 也就是说永野他其实很清楚 这仗的损失对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但他不能让陆军知道 可是这时候把山本换了 陆军当然会怀疑啊 因此永野决定对联合舰队的指挥层 不做大规模调整 另外他还有一个顾虑 这个顾虑就比较日式逻辑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自己看书的时候 是反映了很久才反映过来的 他把山本给撤了 一方面会让陆军怀疑 中途岛的结果到底有多严重 另一方面等于是坐实了 这个作战计划是山本全程制定和指挥的 自己看上去是不是被山本五十六 自己的下级给架空了呢 或者一定程度上是被下课上了 永野也因为这个原因 坚定了自己不打算撤山本的决定 这个脑回路大家理解吗 中途岛战败后 山本是需要担负惨败的责任的 但是因为日本军部高层要对日本老百姓隐瞒真实的战报 同时海军也想向陆军隐瞒自己受到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所以等于是余下撒谎 于其他部门要留面子 没有撤山本 也没有对其他的舰队指挥进行大范围的人员调整 这一刻我们看一下日军大本营是不是已经脑死亡了呢 大家看看 对老百姓来说完全不知道真实的战况 对军队来说 陆军和海军互相隐瞒实力 自上到下都是虚假信息 可问题是敌人是真的强大 这个仗怎么打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这里 如果大家看美国人的纪录片 或者欧美博主在油管上做的一些视频 会针对人事任免 把美国人吹到天上去 但我觉得这个也有给自己贴金的嫌疑 因为UP自己也在国外游学过 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欧美人对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国家 都有一种想当然的认识 就是东亚国家选才好像更看重资历和关系 平时可能感觉不出来 但是遇到重要的事情 他明里暗里会给你表达出他对你的这种认识 我觉得我们不能排除这种现象客观存在 但讲道理你英国人德国人不也存在吗 你看看英军德军的中上层军官 头衔里头都带着什么东西 往前数一数都是什么人呢 可是他不看他自己 只要是出现了问题 他就想当然的觉得 是指挥官是靠资历和关系上去的 不像他们是靠能力选择的 因此会出现等等问题 就这个想法 而且这种想法在美国人那里是更严重 罗斯福用了欧内斯特金和尼米兹 然后尼米兹又任用了哈尔西推荐的斯普鲁文斯 这个事情欧美那里就是一顿锤 说你看美国人是多么的会用人才 让最适合的人待到了最适合的岗位上 我觉得稍微有点过把 因为欧内斯特金、尼米兹、斯普鲁文斯 他们的能力最主要是在二战中被证明的 客观上来说 打过仗有战绩的资历和没打过仗的资历是两回事 美国人这里坦率的说 是有有资历的将官 但是太平洋战争打到这一刻在实战面前 相对于日本同级别的将帅来说 资历都不算深厚 你不能因为在一群出出茅庐的将军里面 选了个将军A 最后打赢了 然后就一顿夸 说你看我不看中资历 只看中能力吧 其实是你的选择里面 没有所谓真正有实战经验 或者是有战绩资历的人 但是在这个整个自上到下的人事和决策过程中 我发现美国人相对日本人来说 是更信任自己的下属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你看罗斯福任免尼米兹的时候就和他说 告诉他去珍珠港 不要回来了 直到战争赢得胜利 然后欧内斯特金和尼米兹 起初沟通也不是太顺畅 我们结合上期节目一开始 尼米兹想把南方的航母调回来 他的第一想法居然是冒着巨大风险 暴露给日本人 而不是去和自己的上级沟通 这件事情就能看出来 可是在自己的下属的坚持下 也冒着日军的情报 有可能做假的风险下 欧内斯特金最终是采纳了下属的意见 选择相信尼米兹 还包括尼米兹在中途岛战前 听取了哈尔西的推荐 推荐了和哈尔西本人性格 处世风格完全两样的斯普鲁文斯 另外还有尼米兹信任自己的 情报部门所做的工作 最后还有弗莱彻在自己的航母 约克成号失去作战能力以后 顺理成章的就交由斯普鲁文斯 全权指挥接下来的战斗了 这就证明这一条线 从罗斯福到欧内斯特金 到尼米兹 再到哈尔西斯普鲁文斯 他们都很信任自己的下属 愿意听取下属的判断和意见 给他们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 这倒不是说他们觉得某某人 能力超群自己的下属非常有能力 中途岛之前 金也没有很瞧得起尼米兹 尼米兹也不清楚斯普鲁文斯 究竟几斤几两 所以我觉得概括为美国人士 为财事举稍微有些不严谨 不过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 美国这一溜的指挥链上 所有的上级会充分考虑 下属的判断意见 做出正确决断 这个相对于日本人山本那里 区别的确比较大 中途岛战役结束之后 欧内斯特金 尼米兹 迈克阿瑟都认为 不可以浪费实力天平平衡的机会 决定改变首饰的总体规划 开始组织反攻 而反攻的第一站 便是著名的瓜岛 最后我们用尼米兹 在胜利宴会上的一段话 来为整个系列 画上一个句号吧 Paul Harbour has now been partially advanced Vengeance will not be complete until Japanese sea power is reduced to impotence We have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that direction Perhaps we will be forgiven if we complain that we are about midway to that objective 决战中途岛 完结洒话 这个系列呢 我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因为受制于每期视频的时长 我有不少信息 包括中途岛战役的第二天 美航母轰炸日本巡洋舰的行动 6月5日的凌晨 斯福伦斯远离日本舰队以后 自己想睡觉了 于是让别人带离指挥一会儿 还有日美两国航母舰队的防空阵型的差异 我后续会在B站上面继续发布动态 和大家保持交流 也欢迎大家补充更多的 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